暴示丹神 作者 吉小贼 内容简介 少年沈祥得道无上传承 获得你天神脉 学的绝世神功 掌握超绝丹术 这是他在武道之路春风得意 饿的时候炼点丹药当零食吃 无聊的时候耍耍那些来求丹的武道高人 第一章 地狱灵芝 天空中乌云密布 时不时会冒出一道闪电 伴随着一声声闷雷 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过虎城中 沈祥仰头看着天空 喃喃说道 不能再拖了 我要快点找到好的灵药 否则我难以有翻身的机会 沈祥今年十六岁 有着比同龄人要健壮高大的身躯 这身躯和那张带着稚气的俊俏脸蛋有着鲜明对比 但他那双与年龄不相称的深邃眸子 看起来闲得要比同龄人成熟一些 沈祥辞时要去采药 他虽然是沈家族长的孙子 但他却因为没有灵脉 不能成为一个厉害的舞者 因此 他从小就非常勤奋地锻炼自己的身体 经常外出去进行各种秘密训练 甚至还和虎兽进行过身上搏斗 他虽然年纪轻轻 但却有过几次生死经历 心境和意志都远胜同龄人 这不是沈祥吗 就要下大雨了 你还要去锻炼 一个老管家走过来说道 看见沈祥如此发愤 他不由得钦佩 但眼神中更多的是万习 沈祥每天都勤学苦练 至今六年 但还是停留在反五境三重 和他同龄的大多数沈家子弟都进入了反五境四重 厉害的更是进入了五重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灵脉的缘故 所以才不被家族重视 而如今他只是沈家中一个很普通的人 虽然没有灵脉 但沈祥却从来不气馁 一直都在努力锻炼自己 至少努力的过程让他感觉自己很充实 老马 我是去采药 沈祥跑到老管家身后 嬉笑着扯住他那光头上的一条鞭子 没用的 你没有灵脉 不管怎么努力都是无济于事 那老管家摇头探道 对于这样的话 沈祥听过无数遍了 但他却依然地坚持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 祥儿 天气这样就别去了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走来 沈祥撇撇嘴 说道 老爹 夏宇天采药可是一个好时机 至少不用和别人抢的头破血流 中年男子名叫沈天虎 是沈祥的父亲 是个名动义方的强大舞者 也是最有希望继承下任沈家组长的人 虽然他儿子没有灵脉 但他却一直鼓励沈祥 还时不时给一些珍贵的丹药他 只不过还是无济于事 拿着沈天虎无奈一笑 抛给沈祥一个小盒子 沈祥接过盒子 看也不看里面的东西 他知道里面放的丹药 嬉笑道 多谢老爹 这样我就不用去偷马老头养的那些鸡来补身子了 这让那马管家满脸苦涩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盯上 看着沈祥的背影消失 沈天虎只能叹气 他虽然在沈家有着很高的地位 但沈家的长老对丹药这些稀有珍贵的修炼资源却管理得非常严 他只能省出自己的一份来给沈祥 但那却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丹药太少 做父亲的 哪个不想望子成龙 只不过沈天虎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尽力而为 替沈祥争取丹药 鲜魔崖 这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此刻悬崖上却攀爬着一个赤着上身的少年 此时下着倾盆大雨 沈祥却在这个地方攀崖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要知道这鲜魔崖下面可是深不见底的 而且下面常年弥漫着一种带着死亡气息的黑气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靠近这个地方 但沈祥却来这里采药 还攀爬在崖壁上 慢慢向下着 如果让别人知道 一定会笑话他是个不要命的疯子 谁都知道这种鸟不拉屎 死气浓重的地方是绝不会有什么好的灵药 沈祥不但不傻 还很聪明 他知道这些魔崖存在了许多年 特别是下面的那些死气 更是没人知道存在多少年 在寻常人的认知里面 毫无生气的地方是没有灵药的 而沈祥却不这么认为 物极必反道理他是知道的 他十分肯定这崖壁上一定有一种传说中的珍贵灵药 地域灵芝这种灵药听起来很可怕 但却是一种尤其死人肉白骨之效的灵药 一般生长在古战场 坟场这些死气重的地方是一味奇药 雨天能让一些黑气下沉 这样沈祥就能看清深一些的崖壁 他就去到较深的地方 这样他就能寻找到那地域灵芝 虽然他不需要地域灵芝 但他得到这圣药之后 却绝对能换到许多珍贵的丹药 能让他摆脱窘境 拥有强大的实力 雨点打在沈祥的身上 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同时也让峭壁上的岩石变得更滑 这让他更加谨慎 小心翼翼地从峭壁上攀爬下去 否则一不小心他会摔下去 没人知道仙魔崖下面有着什么 虽然下去过的人也有不少 但能上来的人却一个都没有 掉下去就意味着死 两个时辰过去 大雨还在下着 沈祥凭借着他多年锻炼出来的强壮身体 下到好几十丈深的崖壁中 沈祥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落脚柱 这时候他仔细观察下面 突然 他看见了一些什么 这让他激动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地狱灵芝 沈祥兴奋地喊了一声 目光激动地凝视下方 在他脚下十来丈的地方有着一块 如同白色大饼的东西紧贴着崖壁 他非常肯定这就是传说在地狱灵芝 这里常年都被黑色死气覆盖着 而地狱灵芝的颜色和崖壁非常相似 很难发现 沈祥兴奋不已 他让自己镇定下来 休息了片刻 才缓慢地向下攀爬着 不用多久 沈祥就来到那一珠地狱灵芝的旁边 他喷了吞口水 看着那如同脸盆般大的白色地狱灵芝 他现在还能感受到那地狱灵芝 散发出的旺盛的生命之力 沈祥只能用一只手去采摘这珠地狱灵芝 他估计这是千年以上的地狱灵芝 拿去拍卖的话 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沈祥费了很大劲才把灵芝踩下 放入那珍贵的储物袋里面 他咧嘴笑着 哈哈 老子咸鱼翻身的时候到了 他只要把这地狱灵芝卖掉 就能购买许多品阶不错的丹药 到时候他就能突飞猛进 雨渐渐小了 沈祥是个很知足的人 所以他没有继续搜寻着偌大的崖壁 而是选择攀爬上去 毕竟他体力有限 爬上去也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 就在他爬了半个多时辰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崖壁正在微微地站斗起来 沈祥心中一惊 那颗激动而兴奋的心力急一沉 他有不好的预感 他看向上方 只见许多小时快从崖壁上掉落下来 跌入深不见底的深渊下面 而原本微微站斗的崖壁 也抖动得越来越剧烈 他娘的 好不容易得到地狱灵芝 老天你可别和我开玩笑呀 突如其来的山摇地动 让沈祥不由得低骂起来 他要保持镇定 让自己紧抓住凹凸不平的崖壁 否则他就会被震得掉下去 不断加剧的震战让沈祥渐渐绝望 这时候他看见上面不断掉落更大的石块 而他感觉到他双手抓着的岩石也产生了裂缝 老天爷 我刚得到地狱灵芝 你就让我下地狱 耍我的吧 沈祥不由得破口大骂起来 也在这时 下面的黑气升腾起来 沈祥所抓的岩石突然裂开 啊 沈祥的身体坠入了黑气弥漫的深渊之中 他那充满不甘的声音在下面回荡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沈祥睁开了眼睛 他竟然能看到光亮 这可是深渊底下 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水中 而且他还能呼吸 沈祥扶到水面 他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水潭 而水潭却冒着白色圣洁的光霞 让沈祥目瞪口呆的是 在水池不远处竟然盘坐着两名乱发披肩 容貌极美帝女子 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 眼前这两个宛若天仙的女子竟然都没有穿衣服 两具完美无瑕的玉体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面前 那两名赤裸的女子就好像是用羊之玉精心叼磨成的一样 没有丝毫杂色 她们双风都风吟坚挺 腰枝都一样娇戏 她们都美得让人窒息 这是沈祥见过最美的女人 如此具有冲击力的香艳画面让沈祥整个人瞬间实话 面红耳赤 心跳和呼吸都仿佛停止了 两名女子盘坐在地 她们看着对方 完全没有发现沈祥 这让沈祥有种被藐视的感觉 她竟然被两个大美人无视了 一阵失神之后 沈祥才看见这深渊底下满目疮痍 有着许多裂缝和凹坑 碎石满地 碎石中还有许多很碎的白色丝绸 看起来像是发生过战斗 她很猜测是那两名女子战斗造成的 也因此导致衣服碎烂 沈祥虽然不知道这两名清澄角色的女子 为什么会在这深渊下面战斗 但她却看得这两女很强 而且强大地超出她的认知范畴 竟然能施展出地洞山药的力量来 真是红颜祸水 竟然把我给震下来了 幸好命大没有摔死 沈祥心中低骂 不过她很好奇这两名神秘的女子 沈祥直勾勾地看着眼前这两具毫无瑕疵的玉体 同时朝两女轻轻走了过去 仙魔崖旁边的深渊被称之为地狱 而此时待在这地狱下面的沈祥却如同在仙境一般 这里有着一潭散发圣洁白光的水 最重要的是水潭边还有两个没穿衣服的绝眉女子 那两名女子这时候才意识到不远处有一双火热的眼睛扫视着她们 这让她们羞怒不已 第二章阴阳神脉 两名觉美帝女子并没有动 只是翘脸上布满滔天的杀意 那两双美眸都饱含怒意挟视着她 她们竟然连头都无法扭动 两位大姐 你们 你们不冷吗 为什么不穿衣服 我感觉很冷 沈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胡乱地问了一句 这时 那冷艳高贵 满面寒霜的女子冷冷喝道 你再往前一步 我定然会让受尽尸骨之痛 生不如死 这女子的声音虽然空灵心脆 但却毫无感情 让人有觉得有一种美中不足之意 这女子和她的声音一样 无论是神情还是气质 都有着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冰冷感觉 一双寒芒闪烁的美眸更是透着浓浓的力气 小子 你若敢靠近 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另一个女子逼迎道 这女子的声音如同银铃般娇媚 刘畔坚媚太横生 勾人夺破 这是一个艳丽妖挠 媚到骨子里的绝世游物 眼前的香艳的参加 对于沈祥这个未惊人式的雏鸟来说 有很大的诱惑力 虽然她自认为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但她也不是那种奸诈小人 眼前两名女子无法动弹 她更不会趁人之围 沈祥暗暗定下神来 李茂蒂说道 两位姑娘 这个我不是故意的 我在上面悬崖采药 然后我就被震下来了 我没有死已经算是命大了 出话间 沈祥拿出了两件大袍子 朝那冷艳女子走过去 她看得出来这两个女子都不能动 为了不让她们感到害羞 她只能先掩盖住她们的那裸露的身体 被沈祥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她的玉体 冷艳女子只能闭上眼眸 忍受着沈祥那火辣的眼神灼烧她的玉体 她浑身微微颤抖着 散发出一种透人骨髓的阴冷寒气沙气 让沈祥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沈祥浑身冒着冷汗 有些不舍地把一件大袍子 盖在那冷艳女子的身体上 这让她微微横了一声 而脸色也变得缓和许多 没有先前那般沙气疼疼 沈祥又来到那妖媚女子的身边 只见那妖媚女子朝她微微一笑 媚态万千 这让沈祥老脸微微一红 她深吸了一口气 才把那大袍子盖在她身上 沈祥此举 让两个女子心中都暗暗感激着 她们心中也有些愧疚 她们之前还那番威胁人家 而且还把人家给震下来 如果不是沈祥命大 恐怕就摔死了 两个女子都松了一口气 沈祥没有对她们做出龌龊的事情来 这番定力让她们赞赏不已 她们都很清楚此时的自己 对男人的诱惑力是最强的 两位姑娘 你们是不是在这下面待很久了 能告诉我怎么上去吗 我不能待在这里一辈子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沈祥有些沮丧地说道 妖媚女子柔声浅笑道 小弟弟 我看你没有灵脉 此生是无法踏入武道强者的境界 不过嘛 我可以赠你一条智阳神脉 传授你强大的神功 教你炼丹制药 让你成为一名强大的舞者 但我有一个条件 妖媚女子朝沈祥夸了一个魅眼 那魅影浓浓的神态 让沈祥不由得心神一荡 这女子的话也让她微微吃惊 不过她却有些疑惑 她看得出这两个女子很强 只不过现在受伤而不能动弹 她能帮助他们什么 冷艳女子眼目一亮 她冷冷说道 小子 我赠你一条智阴神脉 同时把我所修炼的魔功传授给你 我的魔功绝不比我师妹的神功差 我们绝不食言 沈祥浑身一阵 上品灵脉就是天才了 而灵脉之上还有更稀有的玄脉 玄脉之上还有天脉 而天脉之上就是传说中的神脉 拥有一条神脉的话 那可是非常逆天的 你们是不是从上面摔下来摔坏脑袋了 别拿我寻开心了 我可没功夫和你们在这里傻 沈祥刚才虽然震惊了一下 但她还是无法相信 如果你得到这些的话 要成为一个强大的舞者一点都不难 不过你到时候可要帮助我们恢复实力 要没女子叫滴滴滴说道 声音让沈祥感到骨头一阵酥软 冷艳女子说道 我们是被一个仇家困在这里 身受重伤 无法动弹 修为尽失 而这下面会有强大的妖兽出没 我们的赶紧离开这里 他们现在都不能动 他们伤得非常严重 体内的经脉骨骼丹田 五脏六腑都受到重创 可以说是完全废掉了 这都是他们刚才和仇家大战而造成的 也是在那时导致地动山摇把沈祥震下来 而沈祥这个善良的少年出现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要知道这下面经常有妖兽出没 他们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只会成为妖兽的食物 你现在必须相信我们 否则你这辈子就别想上去 那妖妹女子认真说道 沈祥很难接受这两个女子可以随意赐予别人神脉 而且还身怀魔功和神功 但现在她只能选择相信 沈祥苦叹了一声 说道 小子名叫沈祥 两位姐姐方明 但愿你们没有耍我玩 冷艳女子冷冷说道 白悠悠 娇妹女子浅笑道 苏妹尧 沈祥微笑道 真是人如其名啊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苏妹尧说道 我们会和你结下一个血气 保证我们双方都互不背叛 因为我们要共处一段很长的时间 把神脉转移到你身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和师姐都是双神脉 给你一条也没什么 双神脉 两人都是 沈祥嘴角抽搐着 这让她更加难以相信 不过她心中有些激动 因为这两个厉害女子要和她在一起很长的时间 这对于男人来说可是妙不可言的事情 而且他们在还要依靠她来恢复实力 白悠悠冷冷说道 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为了防止过河拆桥 结血气是必须的 苏美尧简单的把那血气的事情讲解了一下 然后定血气的步骤详细的说了一遍 血气很简单 就是先用三人的血液浸泡一张兽皮 然后在上面画出血气纹路 在血气上面写下契约内容 最后三人滴血在血气上面 血气形成之后会形成一种灵魂与灵魂指剑的联系 能让人清晰感觉到契约的内容 沈祥完成了血气之后 对这种玄傲之术感到震惊不已 此时她已经相信这两个女子说的是真的 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激动 她知道以后将会和这两个美人儿共处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且她这条烂咸鱼不但能翻身 还很翻到天山去 就这样 两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和沈祥搭成了协议 两位姐姐 你们不能动是因为体内的骨骼经脉受到重伤了吗 沈祥问道 她刚刚踩到地狱灵芝 这地狱灵芝有肉白骨之效 对于这种伤势帮助很大 白悠悠点头道 我们的仇家很强 但那件人却因为血气的缘故 不能亲手把我们杀死 所以就把我们废掉 然后让我们坐在这里等死 沈祥的初 无疑是救了他们 所以他们也愿意把自己认为多余的神脉赠给沈祥 沈祥心惊不已 这两个有双神脉的神秘女子 都如此强悍了 而他们的仇家更是强悍 能让他们落到如此田地 我在崖壁上踩到了地狱灵芝 这对你们的伤势有帮助吗 沈祥问道 她很快就能得到两条神脉 所以也不吝啬那地狱灵芝 苏密瑶脸上一洗 说道 当然有用 这能让我们能很快可以动弹 沈祥咧嘴憨厚地笑着 拿出一大半地狱灵芝 将芝分成两份 喂入两女的口中 给美女喂食 也让沈祥颇为享受 地狱灵芝虽然不能让两女完全恢复伤势 但让却能让她们修复体内碎裂的骨骼 能让她们可以走动 不过她们现在却毫无实力 两位姐姐 你们到底什么来头 仇敌还那么厉害 你们的仇敌又是谁 这是沈祥一直都非常好奇的 白悠悠冷冷地贴了她一眼 契约上面没有提到我要告诉你这些 我可以不回答你 苏密瑶整理着秀法 心生说道 这些事你就不要问了 牵涉太广 你一个小罗罗为了满足好奇心知道这些而引来杀身之祸 那可是不好的 下面开始把神脉挪移到你身上 第三章薛仙仙 沈祥盘坐在地上 集中精神力 等待神脉挪到她的身上 白悠悠和苏密瑶把先手按在沈祥的腹部上 只见他们的御手分别冒出了100亿黑的武器 黑色是白悠悠的致阴神脉 白色是苏密瑶的致阳神脉 看起来非常神异 沈祥身体中出现了100亿黑好像气流的东西 在她体内的肌肉骨骼经脉中游走 回圈流动起来 她的经脉正在慢慢变大 骨骼和肌肉得到了强化 无数次回圈之后 最后那100亿黑的气流汇聚在她的丹田之中 形成一副太极阴阳谱 这就是阴阳神脉 苏密瑶和白悠悠看见沈祥成功融合致阴阳 阴阳两条神脉 都不由得动容 心中兴奋不已 她们原本还以为 阴阳阳两条神脉难以相容 而她们也抱着尝试的形态在沈祥身上实验 但没想到却成功了 苏密瑶和白悠悠慢慢后退 看着身上冒着100亿黑气雾的沈祥 她们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复杂而惊讶的眼神对视着 在她们师姐妹的认知中 拥有阴阳两条神脉的人从未有过 此时她们能知道眼前这个矛头小子 只要得到栽培 说不定能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强者 沈祥睁开了眼睛 此时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爽 而且她觉得自己好像变强了一点 这就是神脉妈 感觉真好 我以后能进入真武镜妈 沈祥有些激动地说道 脸上闪现出一抹邪义的笑容 看起来坏坏的 根本没有之前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 这让那两个美人而心中有些担忧 这五道世界中 凡武镜是最初的境界 分为炼气 翠体 武体 通脉 真气 神是真刚 神力 真行 大圆满十个境界 而在凡武镜之上 还有真武之境 那是许多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到达那个境界 能拥有翻江倒海之力 更是有千年的寿源 沈祥就在就被卡在第三种的武体境 一直无法迈入四种的通脉境 才真武镜 这简直就是入没了神脉 百悠悠不屑地冷横道 苏美瑶脸色严肃 说道 你拥有了阴阳神脉 眼界就要更加开阔一些 这个世界中力量是无止境的 而且有着众多不同的世界 你现在所在的这个陈武大陆 只是繁俗世界中一片小陆地而已 你可要记得契约 你的帮助我们恢复到巅峰的实力 这可不是简单是事情 沈祥重重地点头道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一定会履行契约 替两位姐姐恢复巅峰的实力 白悠悠满意地说道 帮助我们恢复实力的最快途径 就是依靠丹药 当然 那是非常高等的丹药 等我们恢复实力之后 我们的契约也算搭成 到时候我们会去找我们仇敌复仇 沈祥觉得有些失落 如果这两个爵士美人能一直待在他身边 那才是天大的享受 苏美瑶从他那头美丽的秀法中取出一枚戒指 他抛给沈祥 说道 滴血认主 就和使用那种储物袋一样 把我和师姐装进去 然后你自己爬上去 这下面不能久留 这里是巨型妖兽经常出没的地方 鲜血滴入 沈祥立即和那戒指建立了联系 戒指里面的空间很小 只有一个房间大 在沈祥的认知中 传说中的储物戒指应该有辽阔如海的空间才对 能装活物的储物法宝 这让沈祥惊叹不已 普通的储物袋都十分难得了 那都是从仙山中那些门派流传出来的 更别说装活物的储物法宝 他照苏美瑶的话去做 把两女收入储物戒指 他戴上戒指之后 戒指竟然还能隐形在他的手指上 让沈祥暗暗撑袭 随后拿出他父亲给的丹药吃下 有了充足的体力 便开始攀爬悬崖峭壁 离开这死气充斥的深渊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攀爬悬崖的过程让沈祥十分郁闷 因为他在黑色的死气中什么都看不到 加大了难度 艰苦攀爬了一天一夜之后 沈祥终于爬了上来 原本他还以为这是难以完成的事情 但却因为有神脉的缘故 在攀爬上来时 摄取了许多灵气入体 清除他体内的疲劳 让他每时每刻都龙惊虎猛 沈祥爬上去之后 踏上了回家的路 他无法看见那戒指里面的白悠悠和苏美瑶 不过他却可以感应得到他们 两位姐姐 你们什么时候能传授我神功和魔功 沈祥心急着问道 对于那些神功魔功他都很好奇 你的身体太弱 还不能修炼我的魔功 白悠悠冰冷的声音传来 苏美瑶说道 我的神功随时都可以修炼 你回到你的住所再开始修炼吧 到时候我还会教你炼丹制药 沈祥心中一喜 便飞跑起来 南武国 南方的乌虎城 人口百万 这是一座繁荣而巨大的城市 里面还坐落着一个南武国有名的武道世家 沈家 沈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至今的实力依然强大 底蕴丰厚 能屹立不到数千年 就证明沈家的强大 沈家赴可敌国 是我虎城里面最强大的势力 光沈家山庄就占地数千亩 山庄里面庭院无数 花园众多 有山有水 即便有人想潜入沈家 也会在里面迷路的 天虎园 从名字来看 就知道这是沈天虎的府邸 作为沈家地位显赫的人 有一座巨大的宅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老爹 我回来了 沈祥一回来 就急忙奔向书房 他知道他父亲在那里 沈天虎呵呵笑道 你这臭小子终于回来了 你可知道有个小美人在等你 你还记得薛家的小丫头吗 就是你的那的小妻子 沈祥眉头一皱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粉雕玉琢的漂亮小丫头来 那是他五六岁时候的事情了 老爹 你是书薛仙仙 沈祥问道 这是薛家的一个天之娇女 在他小时候曾经来沈家住过一段时间 当时沈祥整天和他玩耍 两人很玩得来 然后就定下了婚约 沈天虎点了点头 没错 那小丫头就在山庄里面 你刚刚走他就来了 他可是吵着要见你 沈天虎说完 微笑着看向窗外 沈祥也扭过头看去 只见院子外面正有一个长身玉丽的女子走来 鼻子长发披肩 全身白衣 头上戴着金光发誓 见着女子一身装束宛如仙女一般 沈祥不禁看得发愣 那女子不过十四五岁年纪 肌肤盛雪 容貌秀丽 让人不可逼世 少女透过窗子看见沈祥 娇美无比的脸庞满是欢喜 她娇喊道 小翔哥 声音清零婉转 动人心魄 沈祥承认 这个少女虽是豆蔻年华 但无论是气质还是容貌 都能比肩在她戒指里面的那两个美人儿 更何况这少女还没发育完全 沈祥淹着口水 干笑道 真是女大十八遍呀 想当年的小丫头竟然变成了小仙女 这少女就是薛家的天之娇女 薛仙仙 这丫头是我的未婚妻 沈祥内心激动地喊着 如果是以前的话 沈祥心中多少会有些疙瘩 因为她没有灵脉 但现在她有着阴阳神脉 只要给她时间 踏足舞到巅峰绝不是空想 薛仙仙浅浅一笑 脸颊一个可爱的小酒窝伴随着迷人的红韵浮现 看得沈祥又是一阵失神 沈天虎大笑一声 拍了下沈祥的肩膀 说道 你们好好去叙旧 沈祥黑笑一声 便匆匆跑出书房 来到院子中 沈祥二话不说 挽着薛仙仙那娇柔无骨的御手 就快不离开她父亲的视线 就好像他们小时候偷偷做坏事一样 沈祥带着一个小仙女来到自己的宅院 一路上让献煞许多沈家子弟 仙仙 你要在沈家待多久 沈祥嘻笑着抚摸薛仙仙脸上那可爱的小酒窝 薛仙仙只是面露娇羞 轻声说道 小翔哥 我和我爹爹路过沃虎城才来看看你的 所以不会待多久 在小时候 薛仙仙是因为得了怪病才来沃虎城求医的 那时候薛仙仙的身体很虚弱 长得很瘦很小 在沈家和薛家都经常被人欺负 当时只有沈祥很照顾他 经常和他嬉闹 那段时间让他很开心 而且沈祥经常鼓励他 让他能坚强地与病痛争斗 还给了他几粒珍贵的丹药 这些都被薛仙仙铭记在心 即便他知道沈祥没有灵脉 没有任何前途 他都决定要嫁给沈祥 沈祥有些失落 他也十分喜欢薛仙仙 在小时候 家族确定沈祥没有灵脉之后 沈祥就没有什么玩伴 所以他和薛仙仙在一起也很开心 小翔哥 家族原本要让我和你解除婚约 但我不同意 所以他们让我和爹爹去要家和那个天才炼丹事件见面 薛仙仙看见沈祥的脸色变了 便倾笑道 放心吧 我死也不会嫁给药家那个家伙的 听说他很坏 薛仙仙十四五岁就有反五进六中的实力 在整个男武国中确实天才中的天才了 而药家里面也有一个十六岁就能炼制出丹药的天才 在许多人眼中 他们才是最配的一对 沈祥很淡定 他有阴阳神脉 还有两个来历不明的厉害女人指导他修炼 他有信心在短时间赶超那个最年轻的天才炼丹师 沈祥咧嘴一笑 伸手摸了摸薛仙仙张绝俗淡雅的脸颊 笑道 仙仙 你去了药家就说你有未婚夫了 他不服就让他来挑战我 看见沈祥如此自信 薛仙仙也非常欢喜 他垫起脚尖 心吻了一下沈祥的嘴唇 然后垂着头 红着脸说道 小翔哥 你要加油 我担心我的家族会不惜一切地拆散我们 说完 薛仙仙轻轻一掠 如燕一般掠出了院子 身发飘逸 而沈祥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脑海中不断重复着薛仙仙亲吻他嘴唇的那一瞬间 沈祥舔舔了舔嘴唇 笑道 这小丫头还真的长大了很多 第四章四项神功 小家伙 你说你的小仙女漂亮 还是我们师姐妹漂亮 沈祥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娇媚的声音 这是苏媚瑶的声音 沈祥甘咳两声 笑道 只要是我的妻子都漂亮 嘿嘿 你们当然也很漂亮 对了 媚瑶姐你的快点传授我那些神功 还有炼丹什么的 混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媚瑶娇翠道 没啥 沈祥挠头傻笑着 眼眸中闪过一模一样的光芒 为了不让薛仙仙失望 沈祥打算日夜不眠 加倍努力去修炼 沈祥那戴着隐形戒指的手指 突然闪烁起一丝微弱的光芒 只见白悠悠和苏媚瑶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们身上都穿着紫色的衣裙 显得更加高贵端庄 沈祥猜测这是存放在那戒指里面的 此时是下午 太阳十分毒辣 但两个角色女子却好像十分享受 这种让人讨厌的毒辣阳光 这里的灵气真差 不依靠丹药的话 难以进入真武境 苏媚瑶仰头望着猎羊 逼男着 沈祥有些头大 这两个女人竟然可以自由地出入那枚戒指 而且她们还能听到外面的声音 沈祥跟着她们进入了那小宅子 里面不是很大 只有一个厅寺监房 在偌大的沈家来说算是很小的了 小厅中 苏媚瑶和白悠悠喝着沈祥泡的灵茶 这可是沈祥珍藏的东西 平时她自己都舍不得喝 在这种灵气稀薄的地方 你要快速提升的话只有通过丹药了 不过在此之前 你的先修炼出真气之虎来 你有阴阳神脉 这对你来说并不是很难 苏媚瑶说道 沈祥点了点头 说道 还请媚瑶姐指教 你过来 我先传授你太极神功和四项神功 苏媚瑶娇声说道 她俯着秀法 煞是风情万种 因为沈祥有着无限的潜力 苏媚瑶也想好好把她培养起来 这样以后她也能有一个厉害的帮手 苏媚瑶把先手捂在沈祥的额头上 然后闭上淹没 而沈祥的脑海中也出现了许多文字 每一句都晦涩难懂 但后来她又不知不觉地融会贯通了 苏媚瑶说道 这是我用神式给你传功 我不仅仅把神功传给你 还把我对神功的理解传给你 所以你只要照着修炼就行了 沈祥心中微微惊讶着 她没想到这苏媚瑶竟然还能使用神式 神式是反五净六种才能修炼出来的 是精神力和真力融合在一起诞生的 是一种无形无态的精神力量 十分神意 对于我们的事情你一定要保密 绝不能告诉人任何人 包括你那小妻子 白悠悠神情严肃 冷冷说道 苏媚瑶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 我和师姐的仇人很多 我们那些仇人随便一个都能用手指头捏死你 所以你必须要保密 而我们也不会随便从戒指里面出来 沈祥心中惊骇 她没想到自己竟然收容了两个这么危险的女人 她急忙点了点头 而白悠悠和苏媚瑶也突然消失 进入了那戒指里面 太极神功 四项神功 虽然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但沈祥却激动无比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修炼神功的 在这个武道世界中 武功分为凡极 灵极 玄极 帝极 天极 圣极 神极 又分上下成 但要也是如此划分 只不过是分为上中下三挺 天极的武功都是非常难得了 神极武功就更加稀有 神功 那可是传说中神明修炼的神功 强大无比 修炼之后 能拥有翻江倒海 召唤雷电的力量 甚至还能逆天改命 破碎虚空 登天成神 太极神功是主功法 是专门练器练体用的 是一门非常深奥 而且强大的武功心法 而四项神功分为四不分 分别是青龙神功 白虎神功 朱雀神功 玄武神功 包罗万象 这四门神功是攻击 或者防御的辅助型武功 修炼之后 能施展强大的武技 沈祥来到后院 那些清脆欲滴的树木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他此时能非常清晰地感应到 天地间的五行灵气 普通的灵脉十分属性的 而沈祥的阴阳神脉 却代表着天地五行 所以他能修炼五行真气 太极神功虽然是 玄奥的炼功心法 但经过苏魅瑶的神式传功之后 沈祥能融会贯通 他运转太极神功 他丹田中的太极阴阳图 就立即旋转起来 天地灵气顿时 狂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上品灵脉吸收灵气的速度 都非常之快了 神脉就更加不用说 此时沈祥盘腿坐在洞口 运转着太极神功 灵气进入他的身体 立即被他提唇 化成一股纯白色的暖流 在他身体的骨骼肌肉经脉中游走 蕴养着他的身体内部 想要成为一个强大的舞者 就要内外兼修 沈祥现在就是在强化身体内部 使他身体内部诞生出一种 蕴含强大力量的气流 也就是真气 沈祥不知不觉 进入了修炼状态之中 灵气疯狂涌入沈祥的身体中 如果有人看见 一定会认为被吓得一大跳 拥有阴阳神脉和太极神功 能让他快速吸收天地灵气 而太极神功能快速炼化灵气为真气 因此他才能突飞猛进 而沈祥如今拥有的太极神功 和四项神功都是神级武功 他要发挥出神功的威力 就得拥有更加浑厚的真气 青龙神功和白虎神功是攻击力最强的 朱雀神功主要是火焰方面 玄武神功就是防御 修炼真气到大圣 能在丹田中凝聚出形态 如果沈祥修炼四项神功的话 到时候他会在丹田内凝聚出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 这四尊神兽之相 这意味着沈祥一个人 却要修炼四个人的分量 虽然会让他很辛苦 但他掌握的力量却要超乎常人 大量的灵气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被他运转太极神功 简直炼化成精纯的真气 真气流动在他身体内的大小脉络之中 让他身体内的经脉变得更加粗壮 次日清晨 温暖宜人的阳光射入在小宅子的后院 照在沈祥的身上 沈祥睁开眼睛 双目如电 缭绕在他身体外面的白色雾气顿时散开 只见他的身上满是黑色的污渍 他此时已经进入了反武镜第四重 反武镜四到六重又是一个阶段 如今沈祥到达了第四重 通脉镜 赖过了一道困扰着他多年的坎 沈祥双目微微闭上 凝神内视着他丹田里面的那幅太极阴阳图 发现太极阴阳图里面出现了五个真气漩涡 分别在四方和中心 而平常人只有一个 他现在却有五个 他真气的浑厚程度可想而知 凭借他的真气浑厚程度 他的实力能直逼反武镜五重 终于迈入反武镜四重了 老子以后不用去采药给那些老家伙了 沈祥心中狂喜 只是一夜之间他就突破了 而当他想到薛仙仙十五岁就进入了反武镜六重 他心情又平静下来 想到要加那年轻的天才恋药师打他未婚妻的主意 沈祥心中意狠 他要更加发奋修炼 然后前往药家 用挑战的方式把那天才恋丹师打败 现在就开始修炼青龙神功 苏梅瑶说到 他的神识恢复了不少 能洞察到外面的变化 四象神功总的来说只是一门神功而已 但其中却包罗万象 里面就包含着拳法 掌法腿法清功等等 融会贯通之后 想怎么施展就怎么施展 玄妙无穷 青龙是木属性的 木属性中又有风和雷属 所以修炼青龙神功能施展出具有风雷力量的武功来 沈祥清洗身体 饱餐一顿之后 就来到后院中继续修炼青龙神功 太极神功和四象神功已融入了他的灵魂之中 不管是多么高深玄傲 他都能理解 半天过去 沈祥按照青龙神功去运转体内的真气 只见他的身体溢出一阵青色柔光 星光之中闪烁着丝丝雷电 同时还有一阵清风从沈祥的身体中轻飘出来 沈祥现在已经掌握了从木属性的真气之中释放出雷电和风的力量来 只不过这种程度还不够 要能将木属性真气转化为强大的雷电和狂风 才能施展青龙神功中的武技 沈祥控制着体内的木属性真气 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流动在身体的经脉之中 回圈流动着 真气流动的方式非诡异 时快时慢 有时候如同大江奔流一般的冲刺 有时候又如溪水缠缠 第五章挑战 一个月之后 深夜 山林中的一座高山的山巅之上 闪烁着一阵轻芒 远远处看去 有如一颗星辰降临山巅一般 为了避免修炼引发的异象被人发现 沈祥借材药为由 来到偏远的山林中修炼 沈祥为了能摄取更多的灵气 为了能感应到天地间的风和雷 他爬到了山巅之上 此时只见山巅之上的云层翻腾起来 狂风大作 偶尔之间云层闪烁出一道道雷电 雷电直落而下 打在山巅之上 仿佛要把山巅劈开一般 这种惊人的异象 正是沈祥修炼青龙神功引发的 狂风 天雷闪电都是他修炼了一整天 所以引来的 此刻雷电劈打在他的身体之上 不但能淬炼他的身体 同时还能让他摄取强悍的雷电之力入体 这种举动可谓是疯狂 要知道雷电那大自然 最具毁灭力的一种天象 纵使是迈入真武之境的 高强武者都不敢随意面对 但沈祥修炼的青龙神功却需要用天雷辅助 这番奇异景象一直持续到半夜才停止 而沈祥那张因为承受痛苦而扭曲的脸也慢慢恢复了过来 他身上的衣服早已被劈得稀巴烂 而且还有着许多焦黑帽烟的伤痕 不过在那些伤痕上面都闪烁着青光 青光冒着浓郁的木属性气息 修复着伤势 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 我要强大起来 沈祥双全紧握 心中呐喊着 忍受着那一波一波的雷急 咬牙忍受着痛苦 让雷电淬炼着他的躯体 不愧是神功 不但能引发异象 还能让身体承受得住雷电的劈打 打熬肉身 让肉身更加强壮 几天过去 沈祥的身体被雷电仿佛劈打着 此时他已经完成了基础萃体 沈祥双目一张 两道雷电从那双坚毅的毛子中迸发而出 煞是惊人 沈公就是神功 果然不是那些凡俗武功能够比拟的 仅是一个月 就让我进入了凡武镜武重 此时他已进入了凡武镜第五重 沈祥内视着丹田中的五个真气漩涡 只要再壮大一些 能让他随心操控真气 这就是凡武镜武重的真气镜 他16岁 拥有凡武镜武重的实力 也算是天才了 沈祥看着双手上面冒出的一红衣青的真气 一个是火属性真气 一个是木属性的真气 出名他已经初步掌握了青龙神功和朱雀神功 沈祥此时只觉得自己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无论是肉身还是真气 都强横无比 毕竟那可是修炼神功凝聚出来的真气 修炼神功淬炼出来的身体 这时候沈祥才明白神功为什么是神功 就是能让人修炼成神的功法 这里灵气太差了 你想要突飞猛进的话 只能通过丹药 你现在能释放出真气之火 可以开始学习炼丹了 苏魅瑶给他传音道 苏魅瑶和白悠悠也希望沈祥能快点成长起来 这样他们也能早日恢复实力 没有任何力量的处境让他们感到恐惧 哟 这不是沈大公子吗 要家的天才炼丹师对你发出挑战 说要和你比拼炼丹术和比武 沈祥刚刚跨入沈家大门 就看见一个满脸傲慢的少年对他说道 挑战 什么时候的事情 沈祥心中惊讶 他可是出去了十来天 大少年不屑地笑道 原来你是不知道 我们还以为你是怕财夺起来的 这是十天前的事情 谁让你那未婚妻被人家要加天才看中了 这下你倒霉了 沈祥有想揍人的冲动 但他却忍了下来 笑道 沈振华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被我摔得个狗吃屎吗 你现在来该不会是要想看我出仇吧 这少年名叫沈振华 是沈家一个分支统领的儿子 沈家的分支很多 天布南五国各地 那些统领也十分强悍 只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他们才会聚集到这沈家山庄中的 沈振华脸上满是怒气 但他却忍了下来 讥笑道 当然是来看看你怎么被要加天才打垮 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输掉 那貌若天仙的未婚妻 说完 沈振华大笑着离去 沈祥低恨了一声 快步离开 去寻找他父亲 他在回来的路上 就听说沈家出事了 所以那些分支统领会回来 天虎园 一个书房中 沈祥匆匆地跑了进来 急忙问道 老爹 爷爷他退下组长的位置了 这是真的吗 沈天虎神情凝重 点头道 是真的 你爷爷他隐退了 他应该去寻访那些武道门派了 沈家分支的统领都会陆续抵达这里 争夺组长之位 沈家组长退位 这意味着要选出新的组长来 到时候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 因为历年来沈家选组长都会发生许多争斗 受伤在所难免 当上武道是家的组长 能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拥有丰厚的资源 是许多人拼死都要争夺的 沈祥的父亲也会争夺组长之位 到时候沈祥定然会被卷入 如果他没有实力的话 那可是相当危险的 沈家的组长位置从来不传承 都是依靠争夺而来的 毕竟这是一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只有展现强悍的实力 才能让别人信服 所以要当沈家组长 就得以武服人 沈祥看见沈天虎的脸色很凝重 小心问道 老爹很棘手吗 沈天虎轻叹一声 说道很棘手 和我争夺组长之位的人会有好几个 其中有两兄弟是我最顾忌的 不说这个了 要家的天才向你发出挑战了 你去拒绝他吧 拒绝 沈祥从得知挑战的事情之后 就没有想过要拒绝 他现在可是反武进武中的武者 而且还身怀神功 因为他修炼太极神功能内敛气息 所以沈天虎不能发现自己儿子 土飞猛进 老爹 我绝不能让薛家和耀家小看 我要应战 沈祥目光坚定 穆寒战役 身上顿时冒出一股浑厚精纯的真气 这让沈天虎瞳孔收缩 心中震惊 他能从那股真气看出他儿子 今非昔比 沈天虎能想到自己的儿子一定发生了什么 但他也不多问 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强大起来 他自己也很高兴 沈天虎的大手搭在沈祥的肩膀上 大笑道 老爹支持你 一定要让薛家天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 沈祥干笑道 老爹 那你能支持我点钱吗 沈祥虽然有一个厉害的父亲 但他自己却很穷 而且他父亲担心他会变成顽固 所以一直都让他过着朴素的生活 才导致堂堂的组长孙子看起来很落魄 沈天虎虽然厉害 但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为了帮助沈祥收集丹药 也花了不少 所以他不准沈祥乱花钱 用途 我想买点灵药来种植 沈祥低声说道 眼珠转动着 种植灵药 那可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活 而且需要精心照料 一般种植灵药的人 也都是炼丹之人 都是一些头发白花花的老头 年轻人种灵药 那可是非常少有的 一来没有经验 二来没有耐心 要知道有些灵药 可是要许多个年头才能种成熟的 沈天虎也是第一次看见 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要种灵药 不过他看见沈祥那双带着自性光芒的毛子 也忍痛掏出了一个储物袋 如果你是闹着玩 我会打烂你的屁股 让你一个月内觉得做凳子都是噩梦 沈天虎阴沉一笑 让沈祥打了一个寒战 三千大零钱 如果你没有信心 让这三千大零钱翻倍的话 以后就别问我要钱了 沈天虎拿出了一张 经过特殊制造的零钱票 沈祥笑着接过来 说道 放心吧 我可是一个要成为沈家 最年轻炼丹师的男人 沈天虎心中一惊 他自然知道现在的沈祥 已经不是那个没有灵脉的沈祥了 他心中也暗暗欢喜着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将会让沈家更加强大 要知道沈家已经多年没有出过炼丹师了 沈天虎大笑一声 那赶紧滚蛋去折腾吧 你不给我弄出点什么花样来 你就等着挨揍吧 我去帮你回应药家 沈祥拿到三千大灵前 匆匆离开了 第六章真气之火 沈祥修炼的青龙神弓是木属性的 蕴含磅驳生命原力的青龙真气 对灵药的生长有很大的帮助 更何况青龙神弓里面又有一种专门 种药的辅助功法龙弦弓 施展龙弦弓之后 就能通过体内的青龙真气凝聚出一种神奇的液体 用那种液体能让灵药加速生长 而他修炼的朱雀神弓又能释放出火焰来 那可是通过修炼神弓而释放出来的火焰 炼丹自然不在话下 次向神弓 里面包罗万象 有许多厉害的法门都是因为沈祥实力还没有够而不能修炼的 沈祥此时有了三千大灵钱 相当于三十万小灵钱 但这还不够买一粒繁集中品的洗髓丹 可见丹药是多么昂贵 绝不是普通舞者能吃得起的 最便宜的丹药也是如此 整个沃虎城就只有一个地方专门卖丹药的 那就是灵丹阁 这是一栋四层的建筑 虽然不算很大 但里面的卖的东西却都很贵 而且在灵丹阁的后面还有着百亩地大的庄园 那是专门种植灵药的地方 灵丹阁虽然不是家族行尸的势力 但却也不弱 里面的高手很多 大多数都是为了丹药而在灵丹阁坐镇 而里面的炼丹师更是被当作祖宗一样攻着 毕竟丹药很稀少 但好处却很大 能让舞者提升修为 增强实力 让肉身变得更加强大 沈祥来到了灵丹阁里面 在这里面四处都飘逸着沁人心脾的药箱 让在这里面选购丹药的人觉得很是舒爽 这里面有许多个柜台 每个柜台卖的丹药都不同 有的是只卖灵丹 有的是只卖灵药 沈祥来之前 苏美瑶就告诉他要从最初级的丹药开始练习 所以他打算先练至凡及下品的脆体丹 这种丹是又便宜又好卖的丹药 一粒是七百大灵钱左右 凡五近四众以下吃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位公子 灵丹是在那边 这里是专门卖灵药的 一个柜台的甜美女子面带微笑地说道 这灵丹得的人不是很多 沈祥在里面逛岛也十分惹眼 不过灵丹得里面的人态度极好 即便看见沈祥穿着简陋 也绝不会小看 因为灵丹的里面出现过许多深藏不露的人 一般都是看起来很普通的 我要买点炼制的脆体丹灵药幼苗 不知道这里有的卖吗 沈祥走了过去 向那美丽的女子询问 来买幼苗的人很少 因为很少有能力种植灵药的人不多 而有能力种植的一般都需要来买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附属在一个大势力里面 负责在里面打理药源和炼丹 那都是被一方势力当作宝贝攻着的人物 很少出来走动 那女子微微惊讶着 不过却还是带着甜笑 说道 当然有 炼制脆体丹需要四种材料 价格都相同 幼苗的比较便宜 一百大灵钱一颗 脆体丹需要的药材是青灵草血源花 玄明花灵叶草 沈祥考虑了一下 说道 给我来五份 一份四百大灵钱 五份就是两千了 沈天虎给她的三千大灵钱一下子就没掉了大半 这丹药果然不是普通人能耗得起的 那女子又是一惊 她想不出卧虎城里面哪家的公子哥是年纪轻轻就开始修炼丹药之术的 而且还懂得重要 稍等 我这就去取给你 彼此也不担心沈祥和他开玩笑 在林丹阁里面开玩笑的人也有 只不过后果很严重 哟 这是谁呀 一个身穿华贵白衣 手持折扇的英俊少年从一条楼梯上面走下 看着沈祥轻蔑地说道 林丹阁的楼上是卖品街更高的丹药 能上去的人都是林丹阁的贵宾 你的眼睛难道长在屁股上 屁眼长在嘴巴上 睁着眼睛说屁话 沈祥撇撇嘴说道 那少年是沈振华 他和沈祥同龄 也是个资质上乘的人 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反武进四中 而且准备进入反武进五中 沈振华的脸力急刷得变绿了 沈祥 我承认小时候你很厉害 但你没有林脉 现在我一只手就能解决你 沈祥现在就是反武进五中的 四中的人不管有多强 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当然只把这句话但笑话一样看待 这就是沈祥 沈家族长的孙子 据说他没有林脉也能进入反武进三重 看来这都是用丹药堆起来的吧 沈振华身后的一个绝美少女 用不屑的眼神扫了沈祥一眼 沈祥认得这个女子 那是我虎城城主的女儿 真是物以类聚 没想到城主的女儿会那么肤浅 和这么一个家伙在一起 沈祥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便不再理会他们 他现在有着绝对的实力 多年来受尽了冷嘲热讽 为了得到实力努力奋斗着 在心里上比这些争强好胜的少男少女 成熟得多 看见沈祥扭头过去没有再理会他们 沈振华和那少女都有些愤怒 而沈振华又想在城主女儿的面前出点风头 所以他朝沈祥走了过去 公子 这是您要的灵药幼苗 那女子走来 从储物袋拿出了许多个用纸包 沈祥竟然来买灵药幼苗 这让那沈振华有些惊讶 但他却轻蔑笑道 沈祥 你没有灵脉 别妄想种植灵药了 你别和我说你要做一个炼丹师 这太好笑了 灵丹阁里面的人虽然不多 但也不少 而且都非常安静 此时他们听见一个没有灵脉的人 要成为炼丹师 不由得好奇地看过来 沈祥的名气在城内不小 毕竟他爷爷是组长 他父亲又是一个有名的人物 但唯独他没有灵脉 所以许多人在谈到沈家族长 或者沈天虎的时候 总是叹息 沈祥默不作声 付了钱就把那些灵药幼苗收好 对众人的目光视而不见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沈振华冷笑道 一个废物而已 用多少灵药都是枉费 沈祥眉头一皱 说他没有灵脉 调侃几句也就罢了 但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废物 他就无法容忍 众人看见沈家子弟发生争斗 心中都一乐 因为他们知道有好戏看了 沈祥转过身来 看着指高气昂的沈振华 他五指一张 只见他的手心突然冒出一团火焰 灼热的气息向四周涌开 只是眨眼间 许多人就感觉自己 如同在一个蒸笼之中 在灵丹的里面 眼光夺辣的人不少 他们都深知这种火焰非同凡响 绝对是炼丹的绝佳火焰 沈振华 你敢尝试一下我这个废物 放出来的真气之火吗 沈祥面无表情 声音音朗 真气之火 只有通过修炼稀有的特殊的功法 才能凝聚出来 再有就是天生就懂得 把真气化为火焰 沈振华距离沈祥很近 此刻他已浑身冒着热汗 而那柜台的美丽女子也是如此 这让他浑身的薄衣被香汗浸透 勾勒出诱人的曲线 这种厉害的火焰使得整个灵丹阁中的人都震惊不已 单若目击 第七张龙显宫 这快快助手 别把我灵丹阁烧啰 一个老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急忙喊道 沈祥手中的火焰消失 灵丹阁中的人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他们在刚才都能从那那团火焰中感受到沈祥的怒意 沈振华 你连我这个废物的火焰都怕 那么你是什么 废物都不如 沈祥冷笑着 沈振华脸色难看无比 只要脑子没病 谁都不会去尝试这种火焰的 那城主的女儿也长大着小嘴 惊讶地看着沈祥 对于那种火焰的力量他也能看得出来 此时他微微垂下头来 因为刚才他看不起沈祥 谁知道沈祥却深藏不漏 阁主 这小子 一个中年大汉走来 对着沈祥身后的一个矮小的白衣老者说道 那老者只是盯着沈祥看 一脸的难以置信 目光终满是震惊与狂喜 这老者就是林丹阁的阁主 是一个有名的炼丹师 只不过和沈祥的爷爷有些过节 这位小兄弟 你能做我的徒弟吗 老者问道 这让整个林丹阁一层的人浑身一颤 阁主竟然开口收徒了 林丹阁的阁主竟然亲自开口让别人做他徒弟 要知道想做林丹阁阁主徒弟的世家子弟 能排到城门口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们在震惊沈祥的潜力 虽然没有灵脉 但却能释放出真气之火来 这在炼丹师眼中确实是一个好苗子 沈祥挠了挠头 淡淡地说道 我虽然想 但你和我爷爷是对头 我不能拜你为师 说完 沈祥转身潇洒离去 脸上没有一点可惜的神情 而众人都不敢相信 沈祥竟然拒绝得那么干脆 他们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但他们听见那阁主的叹息之后 都不得不信 真的有人拒绝做阁主的徒弟 众人一致认为沈祥是个傻子 为了爷爷的私人恩怨放弃了一个大好机会 沈振华心中更是嫉妒不已 虽然刚才沈祥狠狠羞辱了他一把 但众人却把视线放在沈祥身上 完完全全把他无视了 但现在 许多人都对他投来轻蔑的眼神 在这些人眼中 一个炼丹师可是比什么天才都要厉害 能炼制丹药 即便没有灵脉也能成为厉害的舞者 当然 沈祥不仅仅拥有神脉 他还要成为一个炼丹师 他此时已经具备了种植药材 释放上好的蒸汽之火这两个条件 只是需要一定的炼丹经验和极高的悟性 就能成功炼制出灵丹来 沈祥早就知道纳格主是他爷爷的死对头 而他爷爷平时对他也很好 时不时会给他一些丹药 才能让他在没有灵脉的情况下 修炼到反武进三重的 回到沈家 沈祥急忙去找沈天虎 把灵丹格的事情说了一遍 干得好 灵丹格那老家伙就是个缺心眼 卖给我们沈家的丹药都很贵 你既然有真气之火 要成为炼丹师就不难了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沈天虎心中甚是激动 因为自己的儿子能释放出真气之火 这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比那些什么上品灵脉的舞者都要好 沈祥回到自己的小院落 把那些灵药幼苗种下 到了晚上 他盘腿坐在床上 感受着浓郁的天地灵气 运转太极神弓和龙弦弓 快速吸收着 运转龙弦弓之后 会在舌头凝聚出特殊的液体来 只要把这些液体浇灌到灵药上面 就能催熟灵药 清晨 沈祥伸出舌头 只见他舌头上有一粒青色露珠 这就是龙弦 沈祥见此大喜 他是第一次施展 没想到就成功了 他急忙把这青色露珠 放入一桶净水里面 只见净水顿时变成青色 还溢出丝丝青色光瑕 沈祥提着这桶水 小心浇灌着那些幼苗 青灵草 血缘花 玄明花 灵液草 这四种灵药虽然是繁极夏品的 但要从幼苗到成熟阶段 至少都要三年 但经过沈祥的用龙咸水催熟 只是一个月就成熟了 青色的草 冒着灵气 这是青灵草 红如血像拳头一样的是血缘花 白如雪 到晚上会发出明光的是玄明花 这满是一片片小叶子的草 是灵液草 沈天虎看着小庭院中的这些灵药 惊叹说着 他的眼珠子都要瞪了出来 他记得一个月前 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苗子 这儿子你这种能力别外转 你我知道就行了 才不外露 沈天虎的脸色很是严肃 他也没有多问沈祥是怎么会有这种能力 沈祥点了点头 他所在的地方是沈天虎的地盘 无人敢随意出入 所以沈祥也不担心会有人发现 链丹不是简单的事情 虽然你具备了做链丹师的条件 但无诗字通纳是非常困难的 你先自己摸索着链 如果不行的话 我再想办法帮你找一个链丹师 沈天虎说着 从储物袋拿出了如同水桶大小的链丹炉 沈天虎说到 这链丹炉虽然差了点 但却是我目前唯一能买得起的 等我当了组长 再给你买个好的 链丹的过程中 链丹炉也是必不可少的 沈祥觉得这个黑色的链丹炉还算满意 他点了点头 笑道 多谢老爹 链指出丹药 我第一时间拿去给你品尝 沈天虎大笑一声 便匆匆离去 沈祥这一个月来除了照料那些灵药 也得到苏妹尧传授链丹的药领 这妖媚的女子很细心地给他讲解着一些难处 让沈祥十分受用 沈祥虽然知道怎么去链丹 但却有许多是让他头痛的 比如控制火后 灌入蒸汽的量 还有就是凝丹的瞬间 这需要非常精准的精神力 魅瑶姐 我准备要炼丹了 你说我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炼出丹药来 沈祥一边用精神力和戒指里面的苏妹尧交流 一边把成熟的药槽踩下 然后处理成药材以便炼丹 处理的过程很需要一定的功夫 不过对沈祥来说却不算什么 因为苏妹尧早就把这些灌输给他了 苏妹尧交声道 至少也一年半载 什么 我还有一个多月就得和那药家天才比试了 沈祥慌忙说道 白悠悠冷恒一生 真是个白痴 你非得和他比试炼丹吗 直接用你的实力把那家伙载掉就行了 沈祥嘴角微微抽搐着 把药家天才宰掉 那么沈家必定会和药家开战 到时候他父亲说不定是组长 那会很麻烦的 他把那些灵花灵草处理过后 便投入火炉之中 而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关键 炼丹的基本步骤是 先把往炼丹炉灌入蒸汽之火 烘烤丹炉里面的灵药 让那些灵药散发出里面具有的独特灵气 然后用精神力控制那些多种特性的灵气 和被烘丹的灵药凝聚在一起 凝成丹丸 沈祥双手放在两个专门灌入火焰的地方 同时用精神力窥视着炼丹炉内部的情况 第八章丹成 火焰一灌入炼丹炉 里面的灵药立即被烘烤得狠干 灵气还没来得及散发就干死掉了 一开始就失败了 但沈祥却没有气馁 这时他知道自己的火焰很强大 需要控制的小一些 沈祥采摘下那些灵药 这次他控制好自己的火焰 小心翼翼地烘烤着丹炉里面的灵药 但还是失败了 就在他失败了三次之后 他掌握了一定的经验 他知道都是因为火候的远古 第四次的时候 沈祥获得了不少的成功 能进入炼丹的后阶段 炼丹炉的特质的 注入精神力就能看到里面 此时沈祥能看见那些灵药 散发着各种颜色不同的灵气 而他也控制着那些灵气在里面流转 将之凝成漩涡 而那些灵药已经发干 正在慢慢变成灰 这时候 沈祥用精神力控制那些灵药 散发出来的灵气和那些灵药 烧成的药粉混合在一起 沈祥是反五进五中 精神力还算不错 但此时他却觉得要到达了极限 因为他要把那团药灵气 分成五个漩涡 和那些药粉融合在一起 这样就能一次练出五力来 五个漩涡形成 沈祥皱着眉头 满头汗水 此时他不但要消耗蒸气释放火焰 同时还要用大量的精神力 确控制火焰和凝丹 一定要成 沈祥心中一喝 五个药灵气漩涡飞速旋转着 和五团均匀的药粉融合在一起 现在只需要滴入适量的水 让药粉和药灵气凝成丹丸 就算成功 沈祥添入了用蒸气熨养过的水之后 炼丹炉里面已经出现了五粒丹丸 但还是湿润的 而且还缭绕着浓郁的灵气 丹成 沈祥心中喊了一声 只见炼丹炉里面的五粒灵丹堂石 被一团白气包裹起来 这是烘干丹药里面水分而冒出来的蒸气 沈祥满头大喊 看起很是疲惫 毕竟他可是连续地释放火焰和精神力 差点把他的蒸气消耗完 终于成了 竟然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炼丹果然很需要时间 沈祥唯唯感叹一声 沈祥打开炼丹炉 看着那五粒脆体丹上面的气雾散去 露出了五粒雪白的脆体丹 他不由得咧嘴笑了起来 之前他也吃过脆体丹 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没有他炼制的好 如果那些老炼丹师知道 他一天就成功炼制出脆体丹的话 一定会自卑死的 要知道许多人没有个三年五载 是很难成功炼成丹药的 即便是最天才的也需要一年半载 而且都是尝试一次炼制一粒来 但沈祥第一次成功就炼制出五粒 这要让那些老炼丹师知道 一定会吓死一大片 别说那些老炼丹师了 就连苏美瑶和白悠悠都被沈祥 这种炼丹天赋下的一大条 他们看着自己先手上的丹丸 一脸的难以置信 嘿嘿 美瑶姐 你之前还说我要一年半载的 但我一天就炼出来了 你们要奖赏我 沈祥骄傲地笑道 苏美瑶也很是高兴 叫声问道 那沈公子要我们两个小女子怎么讲赏 沈祥双手抱胸 坏笑道 轻一下我的脸蛋 想得美 白悠悠冷冷说道 便回到了那戒指里面 而苏美瑶却面还没笑 靠了过去 娇嫩的阴唇在沈祥的脸颊凑了一下 娇笑着说道 我的好弟弟 你要继续努力 千万别骄傲 沈祥原本只是在开玩笑 但没想到这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竟然真的亲了一下她的脸蛋 苏美瑶看见沈祥痴呆的模样 眼嘴眉笑着 随后返回那戒指里面 沈祥深吸了一口气 嗅着那股亲人心脾的鱼香 心中说不出的舒爽 她喃喃说道 果然是妖精 我竟然变得精神了许多 她摸了摸手上那隐形的戒指 就好像爱抚着情人的脸蛋 为了让那戒指里面的两个仙女般的美人 早日恢复实力 她干净十足 一粒脆体单是七百大零食 此时沈祥就五粒 能卖三千五百大零食 她可是赚大了 更何况还有一份材料还没有炼 如果成功的话 那又是三千五百大零食 沈祥之前看书的时候 书上说一份材料一炉能炼出五粒脆体单 所以她一开始就是以五粒的目标去炼制的 但她不知道的是 一炉五粒那是把材料利用到极限的情况下 只有悟性极高的炼丹师才能掌握住名丹那瞬间 那个时机是最重要的 精神力控制 火候控制 都要随着丹炉内部的变化而做出微妙的改变 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脆体单 对脆炼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但只局限在反五进三重之下 沈祥现在是反五进五重 这脆体单对她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但却能让她快速恢复蒸气 沈祥吃下了一粒 体内的蒸气顿时恢复了大半 然后把那四粒包好 她要拿去给沈天虎尝尝 味道不错 但我却一次吃掉了七百大铃钱 沈祥有些肉痛 然后跑到她父亲的书房 此时已经深夜 但沈天虎却没睡 依然在书房中思考一些武学方面的东西 这是她的习惯 祥儿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沈天虎嗅到沈祥浑身一股汗臭 顿时皱起了眉头 沈祥咧嘴笑道 我说过练出丹药 第一时间就给老爹尝尝 沈嘛 沈天虎猛地站起身来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脸不幸 他原本以为沈祥至少要十年八年才练制出来的 但没想到只是用了一天 沈祥把那四粒雪白的脆体丹拿出来 递给沈天虎 沈天虎长大着嘴巴 一脸不幸地看着那四粒雪白的丹丸 还是热的 沈天虎被震惊的脑海一片空白 因为他难以相信自己的儿子竟然一天就领悟了炼丹的敲门 这可是千年一遇的天才 这种旷式奇才虽然是许多势力的抢手货 但也是许多势力嫉妒的物件 有人想拉拢 也有人想暗杀 沈天虎深吸了一口气 凭下心中的兴奋 说道 品质要比灵丹得得好得多 至少能卖八百大灵钱一粒 这四粒脆体丹我先收下 拿去换成灵钱 然后帮你购买一些灵药幼苗 从沈祥能催熟灵药 炼制出灵丹这只是短短几天 但沈天虎却知道他的儿子将来必能成为一个丹药宗师 你现在不能操之过急 先通过炼制繁极下品的丹药 等你自己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往上炼 沈祥点了点头 他返回去休息 等恢复精神力之后 他就把最后的一份药材炼掉 第二天 沈祥早早起来 想到能炼制出脆体丹来 他就有些兴奋 有了一次成功经验之后 他此时轻车露熟 很轻松就到了最后的宁丹阶段 丹炉里面已经形成了五团药粉和灵气融合在一起的气团 沈祥此时非常轻松 不像上次那样感到精神力和蒸气要消耗掉 成了 沈祥松了一口气 打开了丹炉的盖子 把里面那飘逸着灵气的脆体丹拿出来 这一炉仅适用了两个时辰 接下来的时间里 沈祥都在催熟灵药 然后炼制灵丹 此时他不仅仅是炼制脆体丹 还炼制繁及下品丹药中比较实用的回气丹 精创药解毒丹 凝气丹等 虽然每次开始炼的时候都会失败 但他熟悉了那些灵药的性质之后 就能掌控制住火候 从中摸索一些窍门 苏美瑶的这个神秘女子的炼丹术非常高明 如果是之前的话 沈祥还不相信这个焦滴滴的油物竟然懂得炼丹 而在他的印象里 炼丹师都是头发白花花的老头 这样的日子也让沈祥过得十分充实 这并没有影响他修炼 他一般都是晚上修炼的时候 顺便施展龙弦宫凝聚出那些能催熟灵药的青涩露珠 又过去了一个月 沈祥已经能熟练的炼制繁及下品班 第九章组长争夺会 今天 沈祥并没有立即去催熟灵药 他一大早就去沈家山庄中间的一个巨大广场 因为今天是组长之位敲定的日子 沈家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组长了 导致沈家有些混乱 沈家山庄中的一个铺满石砖的巨大广场上 站着沈家全族的重要子弟 人数约莫三百 都是沈家的精英子弟 沈家众人围在广场 中间空出一大片地方 那里站着五个中年男子 其中一个是沈天虎 沈祥也围在人群之中 看着热闹 必要的时候他要出去帮助父亲争夺组长之位 一个浓眉大墓 头发有些斑白的中年大汉 面带冷笑道 沈天虎 你可知道要做沈家族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个中年大汉名叫沈浩海 是沈家一个比较强的分支统领 比沈天虎年长 实力是反五进七重 这份实力在沈家也算不错 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资格做沈家族长 论辈分的话 沈祥还需要喊他一声伯父 沈天虎沐寒怒异地瞪了沈浩海一眼 冷冷说道 我当然知道 族长的亲人都要有不错的潜力 以免族长没用大量的公有资源 去浪费在自己的亲人上面 沈祥的母亲早就去世了 沈祥懂事以来就没有见过 而沈天虎的亲人也只有沈祥一个人 哈哈 你的儿子可是一个没有灵脉的人 如果你当了组长 必定会在他身上用去很多珍贵的丹药 你这些年来到处购买灵药灵丹 不就是为了把你儿子扶起来吗 但他的底子谁都知道 沈浩海大笑道 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永远起不来的废物 沈天虎自然知道自己的儿子 在同龄人之中可是超群拔泪 他只是想让自己隐藏实力 别曝露太多惊人的实力 否则会引来麻烦 我儿子能释放出真气之火 有炼丹的前职 你敢说他没用 沈家的元老们恐怕不会这么认为吧 沈天虎冷笑道 这时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当日灵丹阁的阁主要收图被拒的事情 早就传遍了沃虎城 沈祥虽然没有灵脉 但有真气之火的话 就能机会成为一个炼丹师 沈浩海冷恒道 但他拒绝了那灵丹阁主 没有师父他无法成为一个炼丹师 就在这时沈祥那平静沉稳的声音传来 我现在已经能炼制出烦及下瓶的脆体丹 听见沈祥的话 众人一愣 而那沈浩海却大笑起来 黄口小儿 才16岁就能炼制出丹药 别以为说几句大话 就能帮你父亲争到组长之位 还有 在长辈面前撒谎 可是要重罚的 你以为你是那药家天才 人家药家可是一个丹药世家 有着浑厚的底蕴 沈祥从人群里面走了出来 目光清澈 一脸镇定 他拿出一个丹炉 看着那沈浩海冷笑一声 说道 你敢跟我赌一把吗 我炼制出一炉脆体丹 你当众给我磕头道歉如何 沈浩海笑不出来了 耳中人也都呆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沈祥竟然如此狂妄 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个后辈竟然在自己面前放肆 这让沈浩海愤怒不已 对于沈祥的举动 沈天虎是支持的 他知道他儿子扬眉吐气的时刻到了 沈浩海脸上满是微怒 沈生说道 你刚才说什么 说话间 一股真气朝沈祥笼罩过去 但却被沈天虎划开 沈祥双目凝视着那沈浩海 提高声音说道 我要和你赌一把 如果我能炼制出一炉脆体丹 你就当众给我磕头道歉 沈祥一脸认真地重复了一遍 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而且那种语气也充满傲气 能如此面对长辈的少年 在沈家里面可不多 沈浩海气得浑身颤抖 他看见沈祥那副认真的模样 也不敢立即答应下来 而四周的一些人也在等着他作答 沈祥逼势着沈浩海 继续说道 你当众污蔑我是一个没用的废物 现在我想证明自己 同时让你向我道歉 你作为一个前辈 难道不敢赌吗 沈浩海恨不得一掌拍死沈祥 但他却不敢 毕竟残杀自己族内的年轻子弟 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一个老者说道 既然如此 沈浩海你就和他赌一把 但磕头道歉就免了 那是小娃娃的气话而已 这样吧 如果他能炼制出一炉丹药 沈浩海你就算输 给他相应的赔偿 我同意 如果我儿子输了 我就不再争夺组长之位 沈天虎说道 然后对沈祥点了点头 众人再次哗然 沈天虎居然放出如此大的赌注来 沈浩海恨了一声 赌就赌 如果我输了 我把我刚刚得到的千年血灵芝给他 千年血灵芝 众人顿时低呼起来 那可是生长了千年的血灵芝 是非常昂贵的玄疾下品灵药 沈祥现在你开始炼丹吧 你大概需要多久 那老者问道 他是沈家的长老 有一定的威望 根据众人的了解 炼制繁集下品的丹药 至少也是半天 最快的也需要两三个时辰 更何况是一个16岁的少年 很快 不需要耽误大家多少时间 说话间 沈祥盘腿坐下 而那长老和沈浩海也过来检查着丹炉 防止沈祥作弊 劣直的炼丹炉 看来沈天虎你很穷麻 那沈浩海讥笑道 谁都知道沈天虎的钱都用在沈祥身上了 沈祥从储物袋拿出材料整理 检查着 然后放出蒸汽之火温一遍炼丹炉 才把材料投入里面 他的动作非常娴熟 而那蒸汽之火也让众人微微惊讶着 虽然许多人能通过修炼一些武功 在攻击的时候释放出火焰来 但那些火焰却只是在攻击的时候才能放出 平时的话不能像沈祥那样掌控自如 除非修炼一些控火的功法 只不过那些功法都非常稀少 而且难练 炼丹炉已经被沈祥灌入火焰 此时炼丹炉里飘散出丝丝药香 一个时辰过去 众人看见壁墓地沈祥突然凝眉 一看就知道是到了关键的时候 而那沈浩海也看得直冒汗 他担心自己会损失那千年血灵芝 众人看到炼丹炉里面冒出雾气 而沈祥也睁开了眼睛 面露喜色 站起身来说道 请检查 什么 一个时辰就完成了 众人纷纷表示质疑 首先过去的是那个长老 他虽然不能炼丹 但他对炼丹的过程却也知道 他刚才一直都在仔细地看着沈祥 知道沈祥对炼丹有着一定的基础 虽然他不清楚丹炉里面的情况 但他却能感应到丹炉释放出来的热量在变化着 而且变化十分微妙 打开丹炉的盖子 众人顿时嗅到那微弱的药箱 这确实是他们熟悉的药箱 而且他们还能亲眼目睹炼制过程 当他们看见那长老取出五粒雪白的丹丸时 都不由得惊呼起来 第十章我来出战 这 我看错了吗 他才16岁就炼制出脆体丹来了 这实在是太天才了 一人惊含起来 这脆体丹看起来比我们平时吃得好 没想到沈祥他竟然深藏不漏 懂得炼丹之术 就凭他这份潜力 比什么上品灵脉都要强 一个男子惊叹道 广场中聚集的都是沈家的核心子弟 此时他们都纷纷感叹着 有嫉妒有羡慕的 而沈浩还在震惊的同时 又是心痛愤怒 他的脸色很难看 因为他损失了一株千年血灵芝 拿去拍卖的话 那可是能卖很多灵钱的呀 沈家的长老双手一些战斗着 邓大那双老眼 看着手心上的雪白丹丸 喃喃地说着 沈家终于有炼丹师了 沈家终于有炼丹师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沈家众人沸腾起来 要知道沈家因为没有炼丹师 都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别人的 同时也经常被一些厉害的武道世家嘲笑 而现在沈家有了炼丹师 而且还是很年轻的 不久之后 要成为炼丹宗师并不难 沈浩海 愿赌服输 沈天虎笑道 哼 沈浩海又是嫉妒 又是心痛地拿出了 那很大一片的血红灵芝 递给了沈祥 此时沈家的人根本不敢小瞧沈祥 毕竟人家可是炼丹师了 而且才16岁 此时已经有许多旁系的少女 给沈祥抛媚眼 沈家中的许多年轻少女都用火热的眼神看着沈祥 一些少年却是嫉妒地要死 沈祥对此一概视而不见 他记得这些人在之前看见他的时候 都会少不了讽刺几句 别以为你儿子能炼丹 你就当定组长了 当组长还是要拼实力的 沈浩海冷冷说道 就在此时 和沈天虎争夺组长之位的其中两个中年宣布退出 他们看见沈祥十六岁就能炼制初凡及下品的丹药 以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得罪一个炼丹师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现在只有沈浩海和另外一个人跟沈天虎争夺组长之位了 沈浩海说道 沈天虎 你只要打得赢我们兄弟 组长之位就是你的了 沈天虎瞇了瞇眼 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一起来还是一个个来 沈天虎竟然要一个人对战沈浩海兄弟 有这份实力的话 确实能服众 单打独斗 否则不能服人 沈浩海说着 四周的人已经退开 沈天虎说道 那就开始吧 速战速决 众人都纷纷后退开来 反武进七重大战 爆发出来的力量可是非常恐怖的 众人退到了广场边上之后 沈天虎和沈浩海同时动了起来 两人都用最快的速度冲刺过去 只是瞬间的功夫 两人的手掌就撞击在一起 紧紧地贴着 他们是在队长 较量真气 沈浩海浑身冒着灼热的真气 沈天虎身上却没有任何动静 只是他身上的肌肉都抱起了猙獰的清晶 能看得见真气在里面疯狂涌动着 两人手掌紧贴 凝目对视 神情严肃 而整个广场竟然微微战斗起来 他们所站的地方 更是碎裂了许多石砖 一阵阵狂暴的气流也向四方吹去 刮起沙尘 随着沈天虎狂喝一声 战斗忽然消失 狂风作停 而沈浩海岛飞了出去 口中还吐着鲜血 沈天虎也后退了几步 沈浩海摔在地面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 看得出是他败了 但他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这场较量是沈天虎胜了 但沈天虎的脸色却不是很好看 沈浩海大笑道 虽然你胜了 但刚才你也没占到便宜吧 第二场的战斗你必输无疑 现在即便是反武镜六众都能击败你 大笑中 他又喷出了不少血来 看得出他也受了极重的内伤 李竟然也进入了反武镜八重 沈天虎一手捂着腹部 一边说着 他没有想到沈浩海竟然迈入了反武镜八重 李不也是一样吗 沈浩海冷笑着说道 沈浩海和沈天虎竟然都是反武镜八重的武者 这让众人震惊 众人此时都看得出在刚才沈天虎就被对方不惜一切的重伤了 而沈天虎还有一场战斗要打 是和沈浩海的包地对战 沈翔急忙飞跑过去 扶住那差点要倒下来的沈天虎 老爹 怎么样了 出话间 沈翔将手按照沈天虎的腹部上 把精纯的木属性真气灌入他父亲的身体 感受到那股蓬勃的木属性真气冲刺进来 沈天虎浑身一震 目瞪口呆地看着沈翔 但很快又恢复了过来 我的内伤很严重 沈浩海不惜一切都要把我重伤 你别浪费真气 沈天虎心中兴奋不已 因为他感受自己儿子的真气非常浑厚 实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沈翔听到沈天虎的话 心中很是沉重 他父亲还有一战 落败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大势已去 第二场了 别浪费时间 沈浩海虚弱地说道 他脸色苍白 虽然重伤 但他心中却很兴奋 他断定沈天虎一定打不过他的包地 沈翔看向沈浩海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说道 我来出战 沈翔竟然要代替父亲出战 这让众人又是一惊 他们都知道沈翔没有灵脉 实力不会强到哪里去 不过他能释放出真气之火 掌控火焰炼丹来弥补 但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弥补过来的 而沈翔要面对的人也不是普通人 是一个拥有反武镜七重实力的人 许多人都认为沈翔是为了帮助自己父亲 保住组长之位才头脑发热 做出这种白痴的决定 沈天虎对此也感到惊讶 不过他看见沈翔那饱含刺性的目光之后 便考虑起来同不同意沈翔出战 现在他重伤了 出战是不行的了 否则他就会落败 到时候伤得更加严重 一个少年轻蔑地大笑起来 说道 就凭你这个没有灵脉的家伙 也配合长辈们较量 虽然你能炼制出一些低劣的灵丹 但论实力的话 我就能把你解决 我现在可是进入了反武进武中 这少年是沈振华 之前在林丹阁和沈翔发生过冲突 他是沈浩海的儿子 沈振华如今这个年龄进入反武进武中 这也是难得的天才人物了 他有如此傲气也是理所当然 沈振华 若是我赢了你呢 沈翔语气平淡地说道 他那冷静的神情 一点都不像是脑子有病的人 第十一章神功显微 沈天虎在刚才就感受到沈翔的真气异常强大 而且还有一种特有的气息 那是他从未见过的 他慎重考虑了一番 说道 就让我儿子代表我战斗吧 如果他输了 组长之位就是你们兄弟的 而且他还会还回那千年血灵芝 沈天虎这么一说 意味着相信沈翔能获胜 这让沈翔心中的压力也不小 他扭头看着沈天虎 只见沈天虎露出一丝慈祥的微笑 对他点了点头 哼 让我来就可以了 这种家伙我一只手就能摆平 沈振华从人群中走出来 脸上满是轻蔑 用那双满是高傲之色的眸子看着沈翔 年纪轻轻就拥有反武进武中的实力 让沈振华把沈翔这个年轻的恋丹师无视了 这种高傲的做法让许多沈家长老暗暗摇头 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有潜力的恋丹师 能养出许多个年轻的强大武者 受了重伤的沈浩还冷笑道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气盛的年轻人 在相斗的过程中若是死了那怎么办 杀掉沈家难得的天才恋丹师 我可是会被那些老家伙骂死的 沈天虎没有说话 他在慎重考虑着 沈浩还微微一笑 如果你执意要让你这个恋丹师儿子出战 那也可以 如果战斗的时候出现死伤的话 那就是他学艺不惊 怪不得旁人 放心 如果我受伤或者战死 那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沈祥说道 他知道如果他父亲做不了组长的话 纵使他是恋丹师 也会被那沈浩还给大力打压的 因为他是沈浩还眼中一大威胁 大家都听到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 既然如此 那么就先和我儿子过过招 如果他打赢我儿子的话 就说明他有资格和我胞弟战斗 沈浩还微笑道 因为他断定沈祥的实力不会太强 纵使能胜过他儿子 也打不赢他的胞弟 毕竟他胞弟可是反武进七重的实力 到时候他不但能成为沈家的组长 还能夺回那千年血灵芝 沈振华得到父亲的同意 脸上满是轻蔑 如果我不小心把你打成重伤的话 可别怪我 谁让你这个家伙自不量力 沈祥面无表情 转头看向沈浩海 问道 打赢他我就可以代替我父亲出战了 对吗 哈哈 沈浩海大笑起来 没错 但你打得赢吗 一些支持沈浩海的人也跟着发出哄笑 沈振华双拳一握 冷笑道 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开始 沈天虎神情凝重 大喝一声 声音一落 沈振华轻轻一跃 如飞燕一般朝沈祥掠起 身发飘逸清零 而他高举而起的手 却瞬间喷涌出一种刚猛的气息 金芒流转 瞬间凝聚成一把金色巨斧 沈家灵级上乘武功 天阳斧斩 能将真气化成兵器形态 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一人惊呼道 要知道灵级武功上乘武功 可是很难学的 而且威力巨大 沈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凝视着那当头劈砍而来的天阳斧斩 众人只当他被那种刚猛的金属性真气给吓住了 眼看那把真气化成的金色手斧 就要把沈祥的头颅劈得稀巴烂的时候 沈祥猛的提气 张开嘴巴 发出一声震天吼笑 如龙一般的吼笑 让众人耳骨刺痛 最让人震惊的是 沈祥口中竟然喷吐出一大阵青色的真气 将那飞掠过来的沈振华淹没其中 青龙真气一现 那种带着沧桑古仆的龙威顿时弥漫在广场 让众人震撼其中 谁都看得出这种真气的威力非常强悍 绝不是普通武功心法能修炼出来的 随着沈祥发出的那声龙啸 整个广场的人都单若目击 满脸惊讶地看着沈祥 如果不是他们亲眼目睹沈祥发出如此强横的真气来 他们一定不会相信 沈天虎看见自己的儿子如此了得 心中骄傲无比 更多的是激动与兴奋 而沈浩还等人的脸色却变得异常难看 他们都深知那种真气是多么恐怖 沈祥只是发出一声青龙咆哮 就将那身沈振华的天阳浮展化解掉 他口中喷涌出的那真气风暴 还有着非常恐怖的破坏力 看见沈振华浑身是血痕就知道了 青龙咆哮也是青龙神功中的 咆哮的同时能发出和龙一样的龙笑 震人心魄的同时 还能从口中喷涌出一阵带着风和雷电的暴风雷 风如刀如电攻击敌人 霸道无比 众人此时不敢眨眼 生怕自己错过一些什么 果然 沈祥没有让他们失望 就在沈祥发出一声吼笑之后 身如游龙一般 左顺右闪就来到了还在茫然与惊骇的沈振华面前 沈祥五指一张 轻芒闪烁 只见他手如龙爪 苍境有力 喷涌着那种强恨无比的青龙争气 如同苍蝇抓兔一般 以迅雷之势 抓向沈振华的头颅 抓过去的顺杀尖 爪子突然变大 就像一只龙爪 如刀的鳞片和锋利的爪钩清晰可见 突然出现的青色龙爪笼罩在沈振华的头颅上 一股凌厉的杀气顿时爆出 众人心中一颤 只见沈振华的头颅被龙爪笼罩之后 随着一声惨叫发出 那沈振华口吐鲜血 后退了几步 这是青龙爪青龙神宫里面的超强攻击武技 众人看着浑身血痕 一脸惊恐的沈振华 多单若目击 他们难以想象 沈祥竟然只是一个赵明就把沈振华击败 而且还是如此的漂亮 碰的一声 沈振华倒下 众人浑身一颤 背脊凉嗖嗖的 他们倒吸一口凉气之后 才确认刚才那短暂瞬间的事情是真的 威是滔天的青色争气 古怪而恐怖的武技 两者结合 爆发出强横的力量 而施展这一切的人 就是那个没有灵脉的沈祥 沈浩海亲眼看着自己儿子的被打成重伤 看不由得喷出一道血剑 他看见沈振华还有气息 也松了有气 虽然沈振华浑身伤痕累累 但总体来说伤势还不算严重 这显然是沈祥留守了 沈浩海此时面带感激地看了沈天虎一眼 而沈天虎只是对他笑了笑 这是他学意不惊 被打伤的话 怪不得旁人 沈祥淡淡地说道 沈祥眼眸清澈 不冷不淡地说道 我现在可以代表我父亲出战了吧 第十二章悬殊之战 沈祥不仅仅是个年轻的炼丹师 而且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反武进武中 但他却没有因此自傲 这分城府让沈家的一些分支统领和长老 都暗中点头着 沈祥看向沈浩海身边的一个中年人 那便是沈浩海的胞弟 沈一涵 反武进七宠的人 这是一个留着胡须的清秀中年 他缓缓走了出来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说过话 沈祥接下来将要和他战斗 而他只有反武进武中的实力 众人大气不敢出 沈家组长选举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 沈亦涵看见自己的侄子被打败 脸上竟然没有一丝愤怒 他阴阳怪奇地笑了一声 纵使你再怎么天才 挑战反武进七宠也一定会输 沈亦涵不得不承认 如果再给沈翔几年时间 他必败无疑 但此时他却有着实诚的胜算 沈亦涵修炼一身寒冰真气 在沈家中也算是个真气比较特殊的人 沈家年轻的天才子弟 竟然要挑战一个赎辈的反武进七宠 如果是以前别人听到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是疯狂的想法 一定会不幸 但广场中的沈家人 看见刚才沈翔那种厉害的手段之后 都难以下定夺 但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沈翔会输 毕竟沈翔和沈亦涵的年纪相差很大 而且沈亦涵又是反武进七宠的高手 修炼的高阶武功也不少 真气浑厚 绝不是年轻人能击败的 一场悬殊之战即将开始 众人都安静地观看着 这一战过后 就能选出组长了 沈翔修炼青龙神功两个月 他拥有阴阳神脉 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去吸收天地灵气 增强他体内的真气 毕竟他是同时修炼五团真气漩涡 修炼五种属性的 所以他的真气非常浑厚 五种真气镜和七重真刚镜之间 还隔着一个六种神式镜 神式就是通过修炼精神 拧出一种能操控真气的特殊精神力量 对掌控真气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还能强化真气 有了神式之后 才能修炼出真气刚力来 沈翔还是七重真刚镜 他能使用厉害的起刚 这可不是真气能比你的 因此他有着绝对的信心将沈翔轻易击败 沈翔那种恐怖的武功虽然振折众人 但对真气稍有了解的人就能看出那种真气还十分稚嫩 远远没有到达起刚的程度 不过在同级别来说 却非常强大了 沈翔缓缓朝沈翔走了过去 每踏出一步 广场上的温度就下降一分 带着冰寒的气流吹向四周 看得出这沈翔寒也是在突破边缘 一身冰寒真气浑厚无比 沈翔距离沈翔最近 那种刺骨的冰寒他感受最为深刻 此时沈翔寒释放出来的是由真气凝聚而成的气缸 这是凡五进七重才能做到的 沈翔体内的朱雀真气可是活属性的 受到寒气刺激身体之后 那朱雀真气顿时从丹田之中喷出 冲向四肢百骸 感受到舒服的暖流之后 沈翔那有些僵硬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就在此时沈翔寒音笑一声隔空一掌 一股白色寒气顿时从他的张掌心溢出 逼人的冰寒刚气清晰可见 对着沈翔的头颅直射过去 沈翔看见对方一动 他脚下一滑 步伐如同灵活的蛇游走一般 向前快速滑去 他在避开攻击的同时 竟然还进行攻击 沈翔脚踏灵活玄妙的步伐 双手化成龙爪 射人的青龙真气从双手溢出 这是他刚才击败那沈振华所用的青龙爪 此时他是双爪起初 当他双手凝现出两只由真气化成的龙爪时 众人又不由得屏息凝视着 哼 沈翔寒发出一声阴柔的低横 冒着寒气的双掌一拍 击打在沈翔那双龙爪之上 一股寒气暴涌而出 只见沈翔那双青光龙爪顿时消失 而沈翔的双臂都覆盖着后冰 彻骨的冰寒涌入他的全身 导致他浑身僵硬 导致寒冷冷一笑 只见他的脚上凝出了冰霜 他轻轻一跃 大力一脚甩着沈翔的脸颊 将沈翔踢飞时来丈远 沈翔摔落在地 脸颊被锋利的冰割道 划出了几道伤痕 他双臂上覆盖着的寒冰也被摔碎 但他的双手却被动得僵硬无比 他立即运转太极神功 将流入他体内的寒气吸收掉 同时让火热的朱雀蒸汽涌入双臂 驱除寒痛 沈翔此时意识到现在的他面对反武镜七重 是有着很大差距的 纵使他拥有神功 但他必须要胜 呵呵 不得不承认你是沈家中史无前列的一个天才 但你和你父亲都太自大了 沈翔还阴柔地笑着 一步步朝沈翔走过去 他现在还不急着杀沈翔 他要在众多沈家人面前蹂躏沈翔一番 同时展现他的实力 振折沈家众人 突然 沈翔身体一弹 竟然站了起来 众人还以为他刚才被一脚就踢得重伤了 没想到现在看起就像没事人一样 连沈翔都诧异着 在一边观看的沈天虎也松了一口气 同时运气疗伤 看见沈翔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沈翔一个飞跃过去 身形飘逸而清零 速度非常之快 这种轻弓身法倒也让人赏心悦目 沈翔一靠近 沈翔如同置身在冰天雪地之中一般 而他脚下的一大片地方也覆盖着一层冰霜 沈翔飞跃之中 凌空一拳 冰寒的全径震荡着空气 瞬间便打在沈翔的胸膛上面 只见沈翔的胸膛处顿时溢出一阵鲜血 但却立即被冰霜覆盖 赤翔冰刚进 拳击上场的武功 释放出去 能穿金烈石 沈天狐语气凝重地说道 沈翔被击中之后 身形猛的一闪 躲开了那凌空飞踹而来的沈翔寒 导致沈翔那被寒冰覆盖的一脚重重的踏在地面 震碎一大片石砖 被震碎的石砖又立即被冰冻起来 他施展气缸时有两个弱点 一个是消耗非常真气 一个是非常消耗神势 如果他不使用气缸 就无法将你中伤 沈天狐说道 沈翔会议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托 第十三章五行融合 哼 没用的 我的真气浑厚无比 恐怕没把我拖垮 他自己就先倒下了 沈翔寒不以为然 再次对沈翔展开猛攻 沈翔刚才被他击中一拳 已经受伤 他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把沈翔击杀 沈翔寒一拳又一拳轰出 选兵刚进连续不断地攻击而来 而且都是在远处攻击 导致沈翔无法靠近 只能抵倒 哈哈 刚才还口口声声要代附出战 现在却毫无招架之力 沈翔寒发出了尖锐的小声 而沈翔身上又多出了一个血洞 那是被玄冰刚进击中而导致皮肤破裂 沈翔微微吸了一口气 他体内的太极阴阳图缓缓运转起来 储藏在体内的五行真气 随着他的精神力控制而慢慢融合在一起 五行真气汇聚 此时此刻 沈翔只能将五行真气同时使用才有胜算 不过五行真气融合一起之后施展出来 会变得非常强悍而且狂暴 他现在的经脉难以承受 五行真气融合在一起施展出来 这从来没有人尝试过 也没有人有机会尝试 现在的沈翔却触摸着神秘的领域 可谓是疯狂至极 如果控制不好 就会走火入魔 暴体而死 但沈翔现在成功了 虽然他感觉到经脉在爆裂 但他丹田里面的五行真气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只不过有些难以控制 大量的真气都从他的经脉中流失着 沈翔知道他要抓紧时间 趁真气没有耗尽 利用这种恐怖的力量将沈亦涵击败 沈翔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股狂暴的气息 沈亦涵的心脏也不由得一跳 这种真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霸道暴虐充满毁灭性 啊 沈翔被体内的狂暴真气冲击的身体剧痛 不由得狂吼一声 只见一股暴虐的气浪豁然喷涌出来 如同海啸一般席卷四周 整个广场猛的一晃 沈翔所站的地方 十砖碎裂 天地乾坤就是由五行构成的 五行之力融合在一起 那就是天 就是乾坤 此时沈翔将五行之力融合 凝聚出乾坤的力量 乾坤真气 给我躺下 沈亦涵浑身寒气爆射 他越发觉得沈翔能击败他 他要速战速决 将沈翔快点打败 以免沈翔反败为胜 沈翔双目闪烁着雷电 大步朝沈亦涵奔跑过去 他双脚此刻都灌满那种能具有毁灭性的乾坤之力 每一角着地 都能将地砖踩个粉碎 他飞跑过去时 气势如同万马奔腾 全冰刚进 沈亦涵凝眉看着本来的沈翔 双拳齐出 两股更加强悍的冰寒刚进 喷洒着寒气 急向沈翔 沈翔此时处于一个癫狂的状态 在他眼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把沈亦涵击败 那两股能穿烈石块的 玄冰刚进袭来之际 沈翔大吼一声 竟然用一双肉掌 接住那两股恐怖的刚进 虽然他双掌都被冰霜凝动 但上面的冰却很快碎裂 而他还在狂奔而前 沈翔几个瞬间就奔跑到沈亦涵面前 一双肉拳接连轰打 每一拳打出去都会产生一阵阵真气爆炸 这竟然是非常普通的反击上层武功爆杀拳 每一拳打出去 都会使得真气发生一阵爆炸 是一种杀伤力很大 但消耗真气却很多的武功 每一拳轰出都爆出一阵轰响雨气浪 而沈翔的出拳速度很快 一拳接一拳 滔滔不绝 就好像施展爆杀拳不消耗真气一样 沈翔此时用乾坤真气施展爆杀拳 恐怖的让人心颤 这种程度的攻击竟然直逼气刚 此刻的沈亦涵 也不得不用气刚去抵挡沈翔 那如同雨点般轰打而来的疯狂爆杀拳 他每接一拳 心脏都不由得一缩 那种狂暴的真气爆炸开来 让他感到恐惧 如果他被打中一拳 那受伤是铁定的 即使几个呼吸的时间 沈翔就连续轰出数十拳爆杀拳 连沈天虎都瞪大着眼睛 他难以置信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强悍 不过他却看得出沈翔此时的情况也十分不妙 这种超越极限的力量 一般都是在自损身体下才能施展出来的 贪扬的 沈亦涵连续抵挡疯狂的爆杀拳 也不由得低骂起来 能将爆杀拳运用到这种地步的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也是第一次领略到这凡级上场的武功 竟然如此恐怖 沈翔体内的五行真气疯狂流失着 他心中暗恨着 他感觉到真气就要消耗完了 到时候再不能把沈亦涵击败 那么完蛋的就是他 沈翔突然张开嘴巴 发出一声咆哮 一声龙喉响彻天际 一股狂暴的而无色的真气顿时从沈翔的口中喷射出来 将沈亦涵笼罩住 这是青龙咆哮 只不过此时的乾坤真气是无色的 但喷涌出来之后 却闪现出雷电火焰水和冰等各种属性力量 沈亦涵没有料到沈翔突然施展这一招 急忙后退开来 运转真气 释放出一个气缸冰罩 抵挡着这种狂暴真气的攻击 突然间 沈翔手中出现了一把寒光闪烁的大刀 浑身散发着狂暴真气的沈翔一拿出这把刀 就打好一声 将体内残余的真气全部灌入刀中 只见一阵刺目轻芒爆出 一声尖锐的龙银传出 烈石穿云 射人心魄 沈翔飞跳而起 只见青光大阵的大刀留下一道青色残影 撕裂着空气 以雷霆万军之势 自成义涵头顶踢下 但 原初几道声音传来 这是那几个长老的惊喊声 大刀斩下 将那沈义涵的气缸冰罩劈开 但却停留在沈义涵的脖子旁 急忙收住力量的沈翔 将一股狂暴的真气释放 气浪涌向四面八方 所有人都如同石雕一般站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手持大刀的沈翔 所有人都被沈翔那种狂猛霸道的武功 给深深震撼住了 此时他哪里还是没有灵外的废物 根本就是恐怖的怪物 十六岁 就将一个反武进七重的击败 这就是一个奇迹 而沈翔还是一个炼丹师 一个家族中能诞生如此天才 这让许多沈家人心中激动无比 沈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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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同时喊着沈翔的名字 声音传遍偌大的沈家生长 煞是震撼 沈翔看着众人那惊讶兴奋的神情 心中不由得一阵自豪 之前众人就以为沈翔迎战要加天才的挑战 就是以卵及时 但现在看来 沈翔有很大的把握获胜 第十四章先魔谈 广场之中 沈天虎来到受伤的沈浩海和沈翔寒身边 对他们说道 我和你们争夺组长之位闹得如此 我并非我所愿 我都是沈家人 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来 如果你们不服我这个组长的话 那你们可以带着自己的人脱离沈家 沈浩海和沈翔寒对视一眼之后 然后又看向沈翔 他们都同时叹了一口气 沈浩海紧紧握住沈天虎的手臂 重重说道 但愿你能领导好沈家 我沈浩海生是沈家人 死是沈家鬼 我沈浩海对新组长心服口服 沈浩海和沈翔寒都不是傻子 他们此时都见识到 是沈翔的那种恐怖的潜力 如果好好栽培的话 不久之后沈翔很有可能会成为 一个厉害的丹药师 如果搞好关系的话 到时候他们也有不少的好处 得罪一个顶尖丹药师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而如今沈天虎可以不计前嫌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两位长辈 刚才都有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我们沈家能在这片土地上 屹立不倒这么多年 我们绝不能内讧 沈翔也走过去 对沈浩海和沈翔寒道歉 他这番举动让许多沈家子弟 和长辈暗暗点头 虽然他年纪轻轻就打败 实力强大的长辈 但却没有因此自傲 反而很谦虚 这等城府是沈家许多子弟 无法比拟的 沈浩海和沈翔 这两兄弟也有些羞愧 贤侄还是先去养伤吧 拖久了可不好 沈亦涵说道 而且还给了他一些疗伤的丹药 对于组长争夺这样的结局 那些长老都十分满意 一名长老朗生说道 各位 十天后将会举行宴会 还请大家多在这里停留十天 到时候其他的一些家族 都会派人来参加 各位也能在那时候 与其他家族的人结交一番 沈翔回到房间 看着那身痕累累的身体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刚才和沈亦涵对战十分凶险 此时他心中也十分激动 因为他能以反武进武中的实力 击败反武进七重 经过一场竭力的大战之后 他也觉得修为精进了一些 对真气的运用也有不少的心得 难怪他听说要想成为一个厉害的舞者 就得身经百战 沈翔刚刚服下疗伤的丹药 他眼前就闪起两道光芒 只见那白悠悠和苏妹摇板着脸 站在他前面 你这小子在刚才实在是太贸然了 如果你死了怎么办 我们可是在你身上倾注了不少心思 白悠悠面若寒双地说道 让沈翔被挤凉嗖嗖的 苏妹摇吐了兔舌头 说道 看你这小鬼头还算有些胆破 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你可要斟酌一下 把衣服脱掉 我帮你服药 沈翔和沈翼寒战斗的时候 可是被那些兵寒针刚割破身体 身上有许多血痕 如果不特殊处理的话 难以愈合 就这样 沈翔趴在床上 享受着苏妹摇那只娇柔无骨的玉手 涂抹一些药汁 这让他觉得舒爽无比 沈家的新组长已经选出 按照这个习俗是要请其他家族的人来庆祝的 而其他家族的人要来也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要一些时间 而这次宴会上 可能会发生一件让人瞩目的事情 那就是沈翔和耀家天才之间的约战 这约战可是穿得沸沸扬扬 所以到时候来的人一定不少 许多人都是来看沈家的笑话 而沈家的保密工作十分到位 并没有把沈翔的事情传出去 清晨 沈翔从口中吐出一滴绿色的液体 这是他施展龙弦宫凝聚出来的 他要在这十天之中更加熟练地掌握炼丹之术 他甚至还要尝试炼至凡集中品丹 如果以他这个年纪能炼出凡集中品的脆体丹的话 那么足以比你那些传说中的天才炼丹师 甚至能超越他们 短时间内炼出凡集中品吗 这有些难 不过我苏媚瑶就喜欢做这种有挑战性的事情 苏媚瑶的那娇媚的声音传入沈翔的脑海中 沈翔嬉笑道 媚瑶姐 那快点娇我 苏媚瑶娇笑道 你别笑得那么开心 这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现在炼至凡集下品丹一集非常熟练了 具备炼至凡集中品丹的经验 只不过你的精神力不够 你需要进入凡五进六中 拥有神识才能更加精准地控制好火候 掌控好宁丹的瞬间 沈翔点了点头 那么我现在就一边催熟凡集中品的灵药 一边提升修为 但愿能赶得上约战的那天 苏媚瑶说道 要想修炼出神式来 需要将大量的真气和精神力融合在一起 将之熔炼成神式 这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你修炼太极神功的话 应该能快一些 十天之内可能不行 沈翔微微一叹 他确实太过急躁 这可是大忌 不过嘛 有一种方式能让你快速提升上去 苏媚瑶神秘笑道 什么办法 沈翔急忙问道 百悠悠那冰冷的声音顿时传来 仙魔潭 这时候沈翔才想起那仙魔崖深渊下面的古怪水潭 他当时掉下去可是能在下面呼吸的 而且那水潭还能发光 不过除此之外 他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那悬崖下面的古怪水潭 沈翔疑惑地问 没错你要知道当时我们可是为了这水潭才被仇家引到那里去的 苏媚瑶的话让沈翔心中更是好奇 这两个武功盖世的女子竟然是为了那水潭才栽掉的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沈翔越想越觉得可疑 因为那仙魔崖常年被死气覆盖 而下面却一点事都没有 可见那些死气是掩盖下面的那水潭的 沈翔知道那仙魔潭不凡之后 立即把龙咸融入水中 然后浇灌那些林花林草 随后和他父亲打了个招呼 就悄悄离开沈家山庄 前往仙魔崖 他一边赶路 一边听苏妹谣讲述那仙魔崖的事情 仙魔崖之所以叫做仙魔崖 那是因为下面是埋葬仙魔的地方 下面那口水潭就是一群仙魔的尸体 里面的精纯能量化成 是有人故意弄出这个水潭来的 那些死气也是从仙魔的尸体中溢出来的 苏妹谣说道 沈翔惊骇不已 仙魔原本只是传说 他没想到还真的有 这让他激动不已 如果那水潭都是精纯的能量 那么如果他得到的话 第十五章 朱雀火翼 沈翔来到了仙魔崖 他看着下方那浓浓的黑色死气 南南说道 这个世界中真的有仙魔吗 苏妹谣交恨一声 当然有 你别以为真五境就是五道最强的境界 在真五境之上还有极致三大境界 然后就是涅槃境 成功涅槃之后 便能进入天五境 到达一个更加强大的空间世界 也就是天五界 不说那些强大的世界 就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凡五世界就非常宏大 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灵气非常稀薄 所以妖兽非常少 而那些真正修炼五道的强者 都是前往灵气浓郁的地方 在那里强者如云 妖兽繁多 危险重重 没有一定的实力就会死在那个区域 沈翔还是第一次听到五道世界的事情 这让他惊讶不已 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渺小 在之前他眼中的真五境就非常强大了 现在没想到真五境之上还有 小子 这个凡五世界广阔无垠 在这块大陆之外还有许多陆地 在上面也不乏一些强大的舞者 在无尽的世界中 更是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境 这些秘境里面有着大量的天才地宝 同时也危险重重 只要你有实力 你就可以见识到整个五道世界的伟大之处 到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多么的渺小 白悠悠冷然说道 沈翔拳头一握 此时他心中开阔了不少 他知道只有不断地提升实力 才能保证自己能在强者如灵的舞蹈 世界中生存下去 他跳下了那深渊 他拥有反五进五中的实力 而下面又有一个水潭 他当然不必浪费时间慢慢攀爬下去 扑通一声 沈翔再次来到了那个冒着白光的水潭 这个深渊下面是经常有妖兽出没的 不过沈翔现在的并不惧怕 因为在这里出没的妖兽的不会很强 沈翔现在的实力足以应付 内瑶姐 我要怎么使用这口仙魔痰 沈翔问道 把用手搅动着这种奇异的水 除了会发光 他并没有觉得这还有什么奇异的地方 苏内瑶说道 这一大群仙魔死后从身体流出来的精纯能量 不过这些能量并不能被你吞噬 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你只能用这种能量淬炼身体 淬炼你的精神 而过程非常痛苦 沈翔眉头一皱 说道 我要在这仙魔痰中待多久 苏内瑶说道 不知道 直到你感觉不到痛苦就行 你跳下去运转太极神功 把那些能量引入你体内就行了 沈翔二话不说 脱掉衣服就跳了下去 他潜入水潭的下面 反正在下面可以正常呼吸 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还可以防止妖兽攻击 一到下面 沈翔就开始运转太极神功 这时候他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突然被一种奇异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挤压着 好像要把他的身体挤成一团 这让他心惊不已 也在这时那种奇异的能量进入他的身体 疯狂地涌入 冲击一般地在他身体里面流动 让他感觉身体好像要爆开一般 使骨的疼痛让他生不如死 仙魔痰中不断冒起一些起水泡 水面也翻腾起来 这是因为沈翔在水潭下面疯狂挣扎的缘故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沈翔才艰难地从水潭下面浮上来 他躺在水潭的边上 大口大口喘着气 说道 我怎么还没有进入反五进六中 你以为那么快就能突破 你现在只是淬炼过身体 让整个肉身变得更加强大 能提升你的精神 苏魅瑶的声音传来 沈翔站起来 紧紧地握住双拳 果然感觉到身体变得好了许多 虽然没有进入反五进六中 但却能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 我现在下面待了多少天 沈翔问道 他在仙魔坛下面一直都是迷迷糊糊地承受那种剧痛 五天而已 这仙魔坛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但却让你打下了修炼仙魔肢体的基础 苏魅瑶说道 沈翔心中也暗暗震惊这仙魔肢体 听名字就知道这非常厉害 仙魔崖下面的深渊时不时会穿上来一阵吼声 以及一股微弱的奇特真气 那股真气充满一种古朴沧桑的气息 给一种莫名的压力 那是沈翔在下面修炼青龙神功所产生的青龙真气 沈翔并没有离开仙魔崖 而是依然在下面练功 只见他持着上身 一双铁拳上冒着腾腾青色的真气 不断轰击着崖壁 碎石积飞 他浑身都缭绕着淡淡的真气 他轰打数百拳之后 崖壁一触被他打出了一个小洞 而他的气息却依然平稳 可见他的真气和体力是多么浑厚 每打出一拳 真气都会反冲 从手臂直接涌入头部 忽然和脑部中的精神力相融在一起 从而开发大脑 增强精神力 这也是修炼神势的一个办法 沈翔在下面练功 动静不小 而原本安静的下面也别轰隆声充斥着 在整个深渊中回荡起来 两天过去了 此时沈翔只觉得自己的真气饱满无比 而精神力更是增强了许多 只要开辟出一个神世之海 就算进入六重神世境 这需要精神力和浑厚的精神力冲破 准备冲击六重了 沈翔微微吸了一口气 经过两天的修炼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强横了很多 这都是因为在仙魔坛中淬炼过的缘故 沈翔盘坐在地 闭目凝神 运转身体中的真气 同时释放出精神力 让两者相融在一起 精神力去感应那神世的大门 而真气则是用来轰破那道大门 太极神功的玄傲心法指引着沈翔的真气和精神力 寻找潜藏在灵魂中的神世大门 让沈翔很快就看见一扇金色的大门 仿佛在眼前一般 看见了这扇大门 就意味着神世境就在眼前 他凝结着眉心 心念一动 只见青色的真气顿时化成一条张牙五爪 庄严肃目的青龙 真气化成的青龙狂笑一声 一头冲向那扇金色大门 青龙撞击那扇大门 爆出轰隆一声 沈翔看见了一片刺目的金芒 与此同时他睁开了眼睛 一股强悍的真气灌溉他的身体 让他不由得大吼一声 狂暴的五行真气从他的身体喷涌而出 掀起一阵狂风 吹向四面八方 这就是凡五镜六重吗 沈翔闭目感受着体内那浑厚而强大的真气 同时释放神世 四周的风吹草动静在他的掌握之中 沈翔睁开眼睛 微微一笑 这下我可以用那招了吧 只见他的背部突然冒出一阵火光 一对火焰化成的巨大翅膀藤捂着出现在他的背部 火光暴闪 热浪腾腾 看起来就好像凤凰的雨翼 朱雀火翼 飞吧 沈翔大笑一声火翼扑动起来 只是几个眨眼间 他的身影就没入了黑色的死气之中 这就是凡五镜六重的利害之处 能通过强大的神式控制真气流出体内而不散去 所以沈翔能把体内的真气放出来 将之化成翅膀 腾空飞翔 第十六章要加 沈翔站在仙魔崖上 他把朱雀火翼收起 要知道能将真气化成羽翼 可是需要非常高级的功法才能做到 他修炼的朱雀神功里面当然有这种武技 沈翔刚刚来到仙魔崖顶上 就听到远楚传来打斗声 虽然距离相隔很远 但迈入神视镜的他却能清楚地听到 他立即飞掠过去 如果是普通的争斗他绝不会过去 但他从那打斗声却听得出动静十分巨大 绝不是普通的武者在打斗 沈翔敲无声息地飞掠过去 他来到了一片森林之中 只见两名英俊的少年正和五个黑衣人缠斗着 那两个少年看起来有些温弱 但他们的实力却不俗 面对那五个黑衣人的灵力刀法也能应对 只不过他们的真气不够浑厚 继续好下去的话 定然会被那五个黑衣人击杀 这好像是薛家的虚幻剑法 能借助光芒的照射让剑产生一种幻象 让对手难以辨别 沈翔可是看过许多武功方面的书籍 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知道是薛家的人 沈翔也没有袖手旁观 毕竟薛仙仙是他的未婚妻 而且沈家和薛家的关系不错 看招 沈翔大喝一声 身如青红 飞逝而去 手画龙爪 朝着一个黑衣人的头颅抓去 与此同时他咆哮一声 一股青色真气化成的气浪从口中喷出 将那黑衣人掩盖 随着青龙咆哮而出 沈翔的青龙爪手也抓向那黑衣人的头颅 只是瞬间 那黑衣人的头颅就被抓成粉碎 如此威势 让那四个黑衣人和两个薛家子弟顿时呆住 那种充满威严的青龙真气让他们心中惊恐 当然 最让他们震惊的是那种武功 那是他们从未听过的 沈翔将那黑衣人的头颅抓碎之后 龙爪立即化成拳头 朝另外一个黑衣人轰打过去 只是眨眼间 就轰出了数十拳 拳引如风 朝那惊恶中的黑衣人呼啸过去 轰打在他身上之后 发出一连串的爆炸声 这是爆杀拳 真气浑厚的沈翔施展爆杀拳更是得心应手 不必担心会消耗真气 而每一拳爆炸的威力都非常巨大 难以抵挡 更何况是他瞬间就轰出如此多的爆杀拳 又是一瞬间的功夫 沈翔又击败了一个黑衣人 此时那两个薛家少年都反应过来 挥剑继续攻击 由沈翔的加入 那黑衣人节节败退 很快就被打得重伤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多谢大哥相救 一个略高的少年爆权说道 小弟薛明 缺质量 另外一个少年也爆权说道 多学大哥出手相救 沈翔虽然才16岁 但却长得十分魁梧 所以看起来比较成熟一些 不必客气 我叫沈翔 我们沈家和薛家是世交 这是应当的 沈翔也回礼说道 这让那两个薛明和薛质量动容 他们没有想到竟然是沈翔救了他们 沈翔在薛家比较有名 因为他们薛家的天之交女薛仙仙 就是沈翔的未婚妻 不过薛家的许多子弟并不看好沈翔 因为他们都知道沈翔是个没有灵外的舞者 但现在沈翔展现出来的实力却非常惊人 沈家选组长的事情没有被传出去 所以外面的人还不知道沈翔已经蜕变成一个怪物 你真的是沈翔 薛明有些难以相信 沈翔点头笑道 当然 两位应该是来参加我们沈家的宴会吧 薛明和薛质量点了点头 他们虽然满腹疑惑 但却没再问什么 毕竟这是不礼貌的事情 更何况人家刚才还救了他们 这些黑衣人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要暗杀两位 沈翔看着地面上那三个重伤的黑衣人 薛明说道 是杀手 不知道是什么组织的 总之他们实力都在反武进武中 我们来的路上遇到过一次 薛明和薛质量将剩下的三个斩杀 没有从他们身上搜出什么来 而他们也没打算从他们口中问出什么来 毕竟这些杀手都是经过特殊训练出来的 死也不会开口 沈大哥 你应该进入反武进六中了吧 否则无法轻松杀死两个黑衣人 薛明想起沈翔刚才突然冲过来 几个瞬间秒杀了两个黑衣人 就不由得打了一个韩战 这时他对沈翔满是尊敬 因为沈翔并不比他们大多少 但实力却强他们很多 沈翔微笑着点了点头 刚刚突破的 沈翔放出真气之火将那些尸体焚烧 这又让薛明和薛质量微微一惊 真气之火 那可是炼丹的火焰 这时候他们才明白 为什么沈翔有胆量接受那要加天才的挑战了 薛质量这时厚满脸愧色地说道 沈大哥 真没想到你一直隐瞒实力 之前我一直都看不起你 还请原谅 沈翔摇头笑道 没关系的 毕竟这个世界实力至上 对了 仙仙他会不会来参加宴会 薛明笑道 你和要加天才的比试可是他挑起的 他能不来吗 难怪这小丫头对沈大哥情有独钟 而且还自信满满 沈翔哑口无言 他没想到薛仙仙真的让那要加天才来挑战他 当初他确实说过 只不过他没想到那么快 沈翔和薛明 薛质量一边聊着 一边走向我虎城 沈大哥 那要加天才十分狡猾 你实力虽强 但发出挑战的是他 他肯定会和你比拼恋单 不过他实力好像也不弱 他的实力一直都是个迷 薛明说道 薛质量点头道 我见过那家伙 非常傲慢 上次手邀来我们薛家 就色咪咪地看着鲜鲜小妹 其他人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不过他恋单出色 组长和那些长老也忍了 所以他们要撮合鲜鲜和那家伙的婚事 沈祥对于那个要加天才早有耳闻了 是一个目中无人 非常高傲的人 但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毕竟那可是难得的年轻恋单师 前面就是喧嚣热闹的沃虎城了 沈祥和薛明他们突然看见 原初有一对车马缓缓驶向沃虎城 这对车马场面很大 有五辆豪华的马车 每辆都被八匹骏马拖着 而车队的前后都有一些骑着骏马的大汉 威风凛凛 满面杀气 一看就知道是护卫 是要加的人 果然非同凡响呀 沈祥说道 因为他看见马车上有着一个大大的要字 而那些护卫的奢华服装上也有要字 要加的作风一贯如此高调 那边的三个人 速速报上名来 否则我们把你们当作杀手处理 那车队突然传来一道理合 这让沈祥和薛明他们心中一阵不快 就在他们刚刚要回答的时候 一丙长剑如剑一般 破空而来 上面夹杂着浑厚的真气 正正对着沈祥飞来 第十七章五道门派 沈祥快速迈出几步 手如龙爪 闪电般伸出 稳稳地抓住那把飞来的长剑 一股气静顿时爆开 沈祥只是手臂一阵 挡住那把剑上爆出的真气 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 沈祥冷声说道 我是沈祥 是沈家人 你们是何人 速速报上名来 否则当作杀手处理 这让薛明和薛志亮心中猛然一惊 沈祥这百明了是在挑衅耀佳的车队 要知道耀佳可是派出了许多高手来保护那个耀佳天才的 刚才那飞来的一剑 就让薛明和薛志亮胆颤 如果是他们的话 肯定接不住 小祥哥 就在双方沉默的时候 车队里传来一声悦耳的娇喝 只见一道窈窕身影忽然飞掠而来 速度快得令人扎舌 如果眼力不好 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面目 但沈祥却看得清 那是薛仙仙 他的轻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连沈祥都不由得惊叹着 薛仙仙只是轻轻一掠 一口气就飞略摆来仗 来到沈祥他们的前面 娇笑着说道 小七小八 你们也在呀 薛明和薛志亮脸色都低横起来 薛明说道 小丫头 你就别当着外人的面这么喊我们 这让我们的连王哪个呀 薛仙仙对他们吐了兔舌头 然后低声娇笑起来 脸颊露出两个焦甜的小酒窝 很是美丽动人 沈祥捏了捏薛仙仙那娇美的脸蛋 笑道 你怎么能和你未来夫君的对头在一起 刚才我可是差点被那群家伙弄死呀 却先先皱了皱鼻子 娇笑道 我就知道小翔哥很厉害 刚才那一件可是要家长老放出来的 沈祥回想起刚才那股真气 确实十分恐怖 至少是反武镜七重十例的真气 不过修炼五行真气的他能轻松接下 那要家的车队已经停下 有几个人从一辆马车上走下 好像是在等着沈祥他们过去 小翔哥 我们过去吧 却先先轻声说道 不过 没必要 沈祥冷冷看着那车队 想起刚才那无情次来的一件 他心中就有气 如果是普通人那岂不是死得很冤 沈家小辈 还不快来给要家长辈行礼 那边的人等不住了 大声喊道 我才不会给要杀我的人行礼 而且沈家的族规中也没有说 沈家晚辈就一定要给要家长辈行礼 沈祥冷冷地回道 却明和薛志亮顿时对沈祥佩服不已 竟然敢如此顶撞那要家的人 而且还是当着要家一个长老的面 哼 一个耍嘴皮子的窝囊费而已 我们继续赶路 一道充满傲慢的声音传来 听起来很弱 但却能传到沈祥他们的耳边 可见这人的实力不俗 毕竟相得百丈远 却先鲜秀眉一皱 骄横一声 然后挽着沈祥的手臂 低声说道 别理他 沈祥冷笑一声 紧握住刚才那把剑 然后灌注真气 朝远处的那车队抛弃 常见缭绕着青色真气 如同青光斑射去 飞向其中一辆马车的车轮上 钉在车轮的正中间 随后一爆 将整个车轮炸碎 不过那奢华大车是四个车轮的 并没有倒掉 却明 薛志亮和薛仙仙都彻底呆住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沈祥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那要家的人 他们对于沈祥指出的那一剑 都感到非常震惊 那种力道竟然比之前要家长老直来的 那剑还要厉害 不好意思 把剑还给你们却没人接 沈祥淡淡说道 声音传向四方 充满挑衅 比找死 那要添华怒喝一声 不过却没有了下文 显然是被人阻止了 车队继续行驶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爹爹还在车上呢 我的去陪他 我以后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留在他身边了 出道这里 薛仙仙有些苦恼 绝美的面旁露出愁容 沈祥摸了摸他的秀法 轻声说道 去吧 薛仙仙飘身离去 沈祥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 说道 他为什么以后没有机会陪他父亲呢 薛明皱着眉头 说道 沈大哥 你可听过那些仙山里面的舞蹈门派 这小丫头可能被那些仙山里面的舞蹈门派看中了 说不定被招入那些门派里面 那些实力强大的舞蹈门派才是强者如云的地方 是许多舞者都向往的 自小能进去当然最好 你要进入那些门派 最好是进入反武进九重 否则你在那里不好混 苏美瑶突然说道 沈祥确实想进入那些门派 毕竟在那里才能见识到更多实力强大的舞者 那里浓郁的灵气能让他更加发挥出阴阳神脉的真正潜力 沈祥带着薛明和薛志亮进入了沃虎城 薛家在沃虎城里面也有一些产业 所以他们挽聚了沈祥的邀请 没有和沈祥去沈家山庄 沈家山庄里面非常热闹 还有三天就是宴会了 而沈祥回来去和沈天湖打了一声招呼 就匆匆返回自己的住所 我现在是反五进六中了 可以开始尝试炼制反极中品的丹药了吧 沈祥看着那两个正在喝着香茶的美丽女子 白悠悠说道 我虽然不炼丹 但却知道反极二品丹所需的材料对你来说非常昂贵 你要尝试炼制的话 可是需要花掉不少灵钱的 苏美瑶轻抿着茶 笑道 这倒不是问题 你不是还有一半地域灵芝和千年的血灵芝吗 这两种灵要拿出一点点来卖的话就足够了 沈祥当然没有忘记他还有这两种珍贵的灵芝 他笑道 两位姐姐 你们难道就没有随身带一点宝物什么的吗 我现在都没有一件成熟的兵器 苏美瑶轻探道 我的储物法宝都被那个仇家拿走了 还好我藏有一个能储存生命的戒指 而戒指里面只有一些衣服 没有其他的东西 提起这件事 白悠悠那冷艳的面庞就满是愤怒 捏碎了茶杯 看得出他们当时的储物法宝里面有不少好东西 你修炼四项神功 最合适你的兵器应该就是四项神兵了 不过这四项神兵不好找 要知道这每一件都是神器 苏美瑶的话让沈祥微微激动起来 第十八章初次交锋 神器 神明用的兵器 那岂不是很强大 而且还是四件 只不过听什么样的语气 这四项神兵太过于虚无缥缈了 白悠悠说道 当年四项神兵是伴随着四项神功出世的 我们的师父只得到四项神功 而且四项神兵却全部失去了生习 据说只有修炼四项神功的人才能得到四项神兵的认可 苏美瑶摊摊手说道 我虽然也修炼四项神功 但我却从不想去找那什么四项神兵 我不感兴趣 沈祥和两个女子闲聊了片刻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不少武道世界的事情 沈祥向沈天虎要了一万大零钱 便匆匆来到那林丹阁 他要抓紧时间练志凡集中品单 不仅仅是为了打败那要家天才 同时还能让自己快速提升实力 什么 价格竟然涨了三倍 沈祥站在柜台上 就没看着林丹阁的阁主 林丹阁主摸了摸胡须 说道 这是刚刚定的价格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问东家 林丹阁还有东家 这可是沈祥第一次听说 难道不是阁主说的算吗 从今天开始 只要是沈家的人来买丹药 一律五倍的价格 这时候一道傲慢的声音传来 沈祥一听就知道这是那要天华 林丹阁竟然被要家给收购了 林丹阁的大厅中顿时安静下来 众人都静静看着 那得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少年 这个少年长得非常英俊 皮肤白皙 身着华贵的金色服装 身后跟着两个目光凌厉的老者 他那双充满傲然的眸子扫视着众人 最后停留在沈祥的身上 这少年便是要家的天才 要天华 林丹阁是卧虎城中唯一一家卖丹药的 价格他们说了算 多少就多少 买不买随你 如今林丹阁被要家控制了 而记恨沈祥的要天华 当然要通过此来好好对付沈家 你购买的是炼至喜随丹的药材 而且还是幼苗 你该不会是要炼丹吧 那要天华脸上满是不屑地说道 那又怎么样 难道天下就只有你一个人能炼丹 沈祥冷笑道 我听说你能释放出不错的真气之火 但有真气之火不代表就能炼丹 炼丹可是非常讲究的 如果你这种穷痞子能炼出丹药来 那么天下就不会那么少炼丹师了 要天华鸡笑道 沈祥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一条妙计 他黑笑道 要加的天才 我这个穷痞子确实懂得炼丹 要不咱们赌一把如何 不知道你敢不敢不赌 要天华顿时大笑起来 你懂得炼丹 这可不是吹吹牛就能炼制出来的 好好好 你要赌什么 我奉陪到底 看到鱼儿上钩了 沈祥心中一乐 他拿出了一株通红如血的灵芝 这灵芝有如脸盘般大小 释放着一种奇异的欣慰 这正是他从沈浩海那里迎来的千年血灵芝 这血灵芝一出 灵丹阁里的所有人都不由得动容 就连那药天华也面露金色 他是要加子弟 一眼就看出这血灵芝有千年份以上 这可是非常昂贵的灵药 有价无事 我就赌这千年血灵芝 不知道要加少爷能否跟得起我这赌注 沈祥淡淡笑道 只要我能练出丹药就算赢 练不出就算输 怎么样 你敢赌吗 看沈祥那么样 这珍贵无比的千年血灵芝 就好像一点都不值钱一样 居然随随便便就拿来赌 要添华为人高傲 非常爱面子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拒绝的 但此时赌注实在太大 大的连他都无法跟得上 他虽然是要加天才 随身带的钱财也不少 但却无法比得上这朱血灵芝 沈祥竟然怀揣着千年的血灵芝 这让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谁都不敢打他的主意 毕竟在卧虎城中沈家可是非常有地位的 如今沈祥的父亲成为沈家族长 沈祥地位可想而知 从那千年血灵芝就能看出来 沈祥看见要添华脸色难看无比 心中暗爽不已 他从千年血灵芝上面摘下了一小块 说道要少爷第一次来到卧虎城 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就赌这一点吧 如果我赢了 我只要三份炼制洗随丹的材料 成熟的 如同指甲盖斑大的一块 确实足够换取三份材料了 要添华脸色变得好看了许多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说道没问题 开始吧 沈祥把血灵芝收好 立即拿出那个劣值的炼丹炉 让灵丹格的格主检查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他才拿出一些药材处理过的药材 此时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沈祥 来这里的人多多少少都十分向往炼丹 难得亲眼目睹炼丹的过程 谁都不会放过 更何况这是一个少年在炼丹 真气之火一出 那灵丹格主的老脸就是一阵惋习 因为沈祥不肯做他的徒弟 他看得出这种火焰可是炼丹的上好火焰 而要天华看见沈祥的火焰 也不由得皱起眉头来 神情严峻无比 他心中暗骂着 该死的小子 原来一直在隐藏自己 看着沈祥那熟练的动作和淡定的神情 要天华暗暗咬牙 此时他已经确定沈祥在炼丹方面 有着一定的经验 而且不比他差 沈祥炼制的当然是他最拿手的脆体丹 这种丹不但好炼制 而且用的材料也不多 控制的好一炉还能炼出许多力来 众人看见沈祥一脸轻松的样子 都无比惊叹着 他们从没见过炼丹能如此悠哉的 一个时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众人看见沈祥那严肃的脸色消失之后 就知道沈祥已经度过了最关键的地方 炼好了 沈祥打开炼丹炉的盖子 药香四溢 飘散在大厅之中 众人立即围过来 瞪大眼睛看着炼丹炉里面 只见五粒纯白色的丹丸被白色的雾气缭绕着 众人顿时倒吸了一口气 沈祥真的炼制出脆体丹来了 灵丹阁主的老脸凝固了 难以相信地看着那五粒脆体丹 他自己就是一个炼丹师 他从色泽和香味就能辨别出这脆体丹的品质 这可是上场的品质 而且还是在如此短时间 在如此劣质的炼丹炉里面炼制出来的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这是一个才16岁的少年炼出来的 第十九章洗髓丹 药天华那张白希儿英俊的脸难看无比 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起来 他也被沈祥的炼丹之术给震惊 他没想到普天之下竟然还有一个年轻的炼丹师 而且和他不相上下 沈祥把那五粒脆体丹放在手掌 像吃糖豆一样一粒粒放入口中 一边吃着 一边对那药天华笑道 现在你可以把那洗髓丹的材料给我了吧 看见沈祥把刚刚炼制出来的脆体丹随便地吃掉 众人的嘴角都抽搐起来 暗骂着沈祥败家 恨不得狠狠地踹他一脚 竟然把丹药当作零食来吃 这实在是太打击人了 难道炼丹师平时都是这样把丹药当作糖豆来吃 零丹阁主双手战斗着把三包材料递给沈祥 面带惊讶地问道 你该不会是要尝试炼制洗髓丹吧 沈祥矛头一笑 先试试总不是坏事吧 你们零丹的现在丹药卖那么贵 只能自己炼制了 沈祥把药材收好 便转身大步走开 他走到大门的时候 扭头对着要天华说道 要少爷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约战的时候 到时候希望能你能带上让我满意的赌注来和我赌 既然是比试 就要爽一点 到时候我的还会加上更大的赌注 如果你玩不起那么就别来和我比试 沈祥潇洒地离去 而林丹阁中顿时议论纷纷 一株千年血灵芝作为赌注就已经惊为天人了 竟然还要往上加 要天华愤怒地冷恒一生 便走到楼上 林丹阁中 那林丹阁主南南说道 不可能 他才16岁 不可能炼制出洗髓丹来的 绝不可能 沈祥心情却非常愉快 因为他白白就能得到三份成熟的洗髓丹材料 他很快就可以开始尝试炼制洗髓丹 小鬼 别阴沟里翻了船 小心点好 苏妹尧提醒他道 比什么炼丹 真没劲 应该直接上去把他砍得稀巴烂 白悠悠阴寒的声音传来 让沈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他知道白悠悠是个修炼魔工的绝世女魔头 现在他突然有些不想修炼白悠悠那些魔工了 沈祥返回沈家山庄 向沈天虎询问了一番 得知薛仙仙妇女正在城主家做客 而且还要在卧虎城里面的一些家族走访一番 要知道薛仙仙父亲可是一个人脉很广的人 沈祥来到了一间非常隐秘的地下食室 他初次尝试炼制洗髓丹需要集中精神 不能被人打扰 打开装药材的纸包 苏妹尧用千千玉纸拨弄着那些药材 满意地说道 五十年份的血人参 五十年份的灵芝 玄圆果 火羊花 这四味主要材品质都不错 其他一些配料只是一般般 但却不影响炼制洗髓丹 沈祥拿起一颗核桃般大的白色果子 又拿起那看起来像是小型向日葵的小花 这是玄圆果和火羊花 价格十分昂贵 因为都是要好几十年才成熟的 苏妹尧和白悠悠也不想整天都待在那戒指里面 所以一有机会 他们都会出来透透气 同时和沈祥聊聊天 这样会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无聊 沈祥非常喜欢这两个爵士美人能时不时地出现 毕竟他们都很漂亮 看起来能让人赏心悦目 心情舒畅 有两个美人陪伴 这可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为了解 如果我用龙咸弓催熟的话 大概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得到一份洗髓丹的材料 沈祥问道 他也知道洗髓丹的材料都是要几十年份以上的 苏妹尧美眸转动着 说道 大概要十天吧 你现在是反五进六中 施展龙咸弓也会提增强 十天就能催生几十年份的灵药 这让沈祥惊喜不已 苏妹尧说道 开始炼吧 炼制这洗髓丹有两个要点 第一 因为药材比你之前炼制过的丹药都要多 而且每种材料承受火焰的程度都不同 所以你要控制好火后 别把一些辅助药材给烧没了 第二点 就是凝丹的时候 这点到时候你自己领悟吧 沈祥记住了这番话 然后对着不远处的冷美人说道 悠悠姐 你能不能先回到戒指里面 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含气会影响我对火焰的控制 白悠悠脸色一寒 沈祥急忙说道 悠悠姐 你真的很漂亮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我也不想让你这个大美人进入戒指里面 苏美瑶听到 连连娇笑 美丽的师姐 别吓这小家伙了 让她好好练丹吧 白悠悠倾恨一声 然后回到那个戒指里面 沈祥开始练至洗髓丹 这是凡集中品丹 一粒能卖到五千大零钱 而如今零丹格的丹药涨价 一粒更是需要上万大零钱 那可是相当于百万小零钱的呀 药材全部投入丹炉里面之后 沈祥放出火焰 同时控制火焰在丹炉里面的温度 每个区域的温度都不同 这是用来焚烧那些药材 让药材完全蒸发出其中的特性灵气 洗髓丹的药材都不普通 沈祥用了一个多时尘材 开始掌握这些药材的特性 知道这些药材的抗火程度 这时候炼丹炉里面 飘散着五颜六色的灵气的 这都是那些灵药被蒸火烘烤蒸发出来的 这也是灵丹组成的主要部分 药材慢慢地化成药粉 而沈祥在这时也需要用神式去包裹住药粉 只要将这些药粉和那些蒸发出来的药气融合 最后将之凝固成丹丸就算成功 刚开始一切都顺利 但到了最后沈祥却满头大寒 因为那些药气非常暴虐 难以将不同的药气融合 难怪需要神式镜才能炼至喜随丹 这些灵药的药气很难控制呀 沈祥心中暗附着 然后集中精神 释放出更强的神式 让那些五颜六色的药气融合在一起 最后将之变成黑色的灵气 然后和那些灰色的药粉融合 药成功了 坚持住 沈祥心中默念着 药粉和药气慢慢相容 但他却觉得神式不够强大 怎么都无法将之凝聚承担 第二十章天赋惊人 眼看那些药粉就要凝成药丸 碰的一声响起 一股气浪从丹炉爆出 沈祥惊讶地后退着 看着那掉落的盖子 他满头大喊 竟然暴炉了 你没事吧 苏美瑶在不远处梳理着头发 淡淡地问道 没事 沈祥松了一口气 检查着丹炉 丹炉也没有损坏 那继续吧 这是常有的事情 苏美瑶对他唯唯一笑 鼓励着他 看见这风情万种的一笑 沈祥心中的那种失败感 顿时一扫而空 他休息了一下 拿出药材继续炼丹 三个时辰过去 沈祥又到了最后那步 不过这次他还是失败了 比之前好的事没有暴炉 沈祥叹道 真难炼呀 还有一份材料了 要成功呀 苏美瑶拿着一块湿润的丝巾 走到他身边 插着他脸上的汗 心笑道 小家伙 当年姐姐我炼致喜隋丹的时候 可是抱了好几个丹炉 你已经不错了 我估计你至少要练20次左右 才能成功 沈祥唯唯一愣 凝视着苏美瑶那妖恼的脸庞 被这么一个清澄美女服侍 让他心中唯唯激动着 这时候他又不由得想起 那苏美瑶的裸体 之前他可是看过的 知道自己有些失态 沈祥急忙说道 啥 20次 不行 我没那么多钱消耗 苏美瑶故意抖动了一下胸膛那两座玉峰 娇脆一声 小家伙 你对我胡思乱想倒霉有什么 但你对师姐乱想的话 那你可要倒霉了 想到白悠悠这个浑身杀气的冷美人 沈祥傻笑了几声 也不敢再盯着苏美瑶胸前 那交叉着的苏兄 苏美瑶则是的异地娇笑着 沈祥休息了一个多时辰 同时听着苏美瑶讲述 他练洗随丹的心得 休息过后 沈祥再次开始 这一次比前面那两次都快 只是一个半时辰 就到了最后的拧丹阶段 一旁的苏美瑶美眸闪烁着 他凝视着沈祥 在他看来 沈祥不可能那么快 就能练制出洗随丹的 但现在却好像要成功了 这种炼丹天赋 可是连他自己都感到佩服 他能预见沈祥的未来 将要比他多姿多彩 师姐 我们的神脉没有给错人 这个男人没有让我们失望 苏美瑶用神 是给戒指里面的白悠悠传音 白悠悠那冰冷的声音 竟然带着难得的笑意 那最好不过 片刻过去 沈祥睁开了眼睛 神情终满是激动 他打开丹炉 然后扭头对苏美瑶说道 美瑶姐 我成功了 我成功炼制出洗随丹了 这时候白悠悠也从戒指里面出来 他和苏美瑶一样 眼神中掩饰不住惊喜 毕竟他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沈祥的身上了 看见沈祥有如此天赋 他们当然欢喜不已 洗随丹一般都是一炉能出三粒 沈祥只能炼出两粒 但他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成功炼制出来了 只有极高的天赋才能做到如此 这说明沈祥在炼丹的时候 能产生一种奇特感之力 能感应到宁丹那为妙的瞬间 从而掌握住诀窍 能让他在失败几次之后成功 苏美瑶摸着沈祥的头 媚眼如斯蒂看着沈祥笑道 好小子 没有辜负我对你的希望 白悠悠也对沈祥点了点头 冰冷的毛子变得柔和了许多 看见这两个高高在上的大美人 对他有如此态度 沈祥心中很是得意 沈祥虽然这次能成功 但不代表下次也会成功 所以他要多练几次 他刚刚从地下密室上来 就看见一个身穿紫色裙装的少女 坐在小厅中 看着眼前这个高贵美丽的少女 沈祥不由得失神 仙仙 你怎么在这里 薛仙仙娇称道 人家还不是来找你 你作为一个大男人 应该去找我才对的 我一个姑娘家整天往你这里跑 会让别人笑话的 沈祥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原本他确实要去找薛仙仙的 但他练丹却练过了头 他来到薛仙仙身旁 摸了摸那张烟红的翘脸 仙仙 真是对不起呀 我一直都在练丹 这是赔罪礼 沈祥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两粒黑色的丹丸 这是他刚刚炼制出的洗髓丹 薛仙仙打开盒子一看 交互道 洗髓丹 这是小祥哥炼的 沈祥笑道 侥幸炼出来的 我现在没有材料了 准备要去买 但那灵丹的已经是要加的了 我去买的话要几倍的价格 仙仙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些药材回来 薛仙仙捶着头 秀眉微醋着 他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情 美丽的脸庞满是严肃 当然可以 只是小祥哥你这个年纪就能炼制出洗隋丹来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薛仙仙轻声说道 小祥哥 你以后一定要进入那些舞蹈门派 这样你才能踏足舞蹈的巅峰 陈祥点头道 我早有打算 只是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 仙仙 是不是有一些门派来找你了 薛仙仙轻叹一声 不是门派 只是一个人 一个对我们薛家有恩的人 他看中我 所以要收我为徒 他好像也是一个舞蹈门派里面的人 具体的他没和我说 我很快就要跟他走了 说到这里 薛仙仙一脸不舍 沈祥抚摸着他的秀法 笑道 没关系的 那里是强者的摇篮 迟早一天我也会去的 说着 沈祥拿出了一张纸帝给薛仙仙 那是一万大零钱的钱票 薛仙仙接过来 对他甜甜一笑 洗髓单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帮你卖了转为材料吧 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的 薛仙仙离去 沈祥急忙去洗了一个澡 他刚刚洗完澡出来 薛仙仙就回来了 让沈祥意外的是 薛仙仙是和一个成熟风韵的白衣女子回来 如果不是沈祥见过白悠悠和苏妹瑶的话 他一定会被这个极美的女子迷住 和薛仙仙回来的女子是个中年美妇 他有着一张鹅蛋脸 不湿脂粉 皮肤白嫩 竟然不逊于薛仙仙 他似笑非笑 凤眼寒威帝看着沈祥 那看起来娇柔无骨的身躯 却散发出一股无形的气势 让人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女 有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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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